臺大人人民中心 各位朋友 我們今天是臺大人人民中心舉辦的 原著民族與博物館這個系列的演講 這個學期四場的最後一場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臺大人人民學期的江之華老師 幫我們談這樣的一個主題 我們之前在李子寧老師幫我們開始講第一場的時候 然後是一個比較一個蓋觀的談 repanetration 文物返還 文物 博物館的文物跟來源社群之間 可以有一些什麼樣的安排 這個安排裡面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有一些是臺灣已經在做的 有一些是北美或者說像紐西蘭已經在進行的 那這個中間有一些國家 像美國有非常我們認為是一個不容易的法律 那這個法律執行的情況有二十年多 二十一年到現在有一些什麼狀況 那在他介紹這樣子的一些 返還相關的一些安排的時候 其中有個例子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就是Kennett Wickman 這個北美伊天安的某一個區域 靠東海岸這邊認為說這是他們的祖先 那因為他的定年出來時間非常的早 所以學習也非常想要知道 北美這塊地方的史前是人的 人的遷徙的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體質 人體的一個 一個說標本好的 一個人體的一個提供很多的線索 所以非常希望能夠做進一步的各種各樣的分析 所以對於這個是歸屬於誰所有的 在美國的這個新的法案出來之後 這個歸屬就變成一個法律上有一定的支撐 但是雙方就來來往往的有一段時間的討論 那江老師也在法拉人類學有寫過這樣的一篇文章 那跟之前我們已經聽過的 關於Kennett Wickman這樣的討論 一直是就是講到了最新的一個發展狀況 所以江老師自己也對於公共人類學 公共考古學這個部分有興趣 那我知道他們最近馬上六月份要開展 人類學博物館有一個特展 是考古相關的 那對於考古的發現 考古的心得怎麼樣 跟一般沒有這樣的一個專業訓練 要怎麼樣分享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接觸 對外非專業的人群的接觸裡面 這裡面有一些 如果是原來跟這些考古出土的人 相關的社群的人 有選人的人群 這樣子的議題 不管是考古移植所在地 或者說我們說它文化上有殘層的關係 這個在考古學上一直是一個需要 一直在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都在面對在處理 那甚至於現在 因為這個議題是 實際上是會被社群挑戰的 所以有比較 現在發展出比較有系統的討論 那我們這個系列討論 因為一開始容易偏向原住民族的文物 雖然我們之前有一場 杜老師講的毛利人的一個例子 就是文面的頭顱返還的這樣一個例子 我們還是 那這個是已經介於 到底是文物還是人體遺骸 已經有這兩面的意義 當地人如何界定 外面的人怎麼界定 考古學專業 博物館學專業又如何界定 那我們今天這個系列的最後一場 就直接來碰觸這個議題 人體遺骸 碰到人體遺骸 他跟相關的社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如果是博物館典藏 他在博物館典藏跟返環上 他有一些什麼樣的一些 研究上的以及倫理上的一些考慮 那我們就非常感謝 江老師今天期末很忙 非常忙能夠幫我們來講這一場 那我們歡迎他 謝謝童老師的介紹 對真的是期末 我那時候答案的時候沒有想到 這是期末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我早上剛上完一堂課 然後整個腦袋還在那個狀態裡面這樣 那今天其實很開心來這裡談這個議題 其實我必須承認喔 這個對我來講其實也是滿難談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做的是沒有人古遺骸的遺址 然後我自己做的是一個三千多年前 就是到目前為止台灣大概大家只是說這個古時候古時候的這一群文化的這個研究這樣子 那但是這個議題因為我自己在學校開課的時候曾經開過一堂叫做公共考古學 那裡面其實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在這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這其實都跟這個文武返還 或者是這個人武遺骸的這個返還這些議題是牽在一起的 那因為這些NAPRA就是這個美洲原住民這個遺骸 目障保護機歸還法的這個設立 那其實進一步的影響了這個美國考古學界跟原住民之間 其實美國考古學界跟原住民之間一直長期以來有很多很複雜的關係 那這個法過了以後呢 那考古學界非常 在這之前考古學界其實已經很積極的介入這個法的設立 那這個法過了以後可以看到這個學界跟這個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有一些有一些改變 那但是Kennepin Command是往另外一個方向走 但是我通常會介紹另外一個案例 其實是類似的狀態但是他的發展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這個議題其實作為一個我本來的設定是 就是大家是對考古學沒什麼概念的 然後大家只知道考古學家就是挖苦頭的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跟考古學最符合當代 大家對考古學的各種想像就是 大家都覺得考古學就是挖苦頭的 然後就是跟死人骨頭在一起的 我常常都在講就是連我爸媽媽到現在 都還是覺得我在挖死人骨頭 所以你知道每次出去出田野 我爸媽都會說那你要去廟裡走一下這樣子 那就到目前為止都還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所以然後有時候你發現一些很特別的發 就是其實如果你去我常去看一些遺址 然後看到一些人骨遺海 就看到一些人骨的時候 其實對考古學家來講這是一個很興奮的 我都會解釋為什麼那個東西是很興奮的 你知道嗎 但是你回家也不太能跟爸爸媽媽分享這樣子 因為他們就聽到就會覺得很可怕的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這個不同的這個 不同對於這個人骨 對於世界的這種認識的方法 其實會影響很多那個互動 是非常非常清楚 即便是在家人然後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 其實很多東西我也知道不能不能講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我談的是誰的祖先 考古發覺中的人體遺骸及原住民考古學 那比較多的部分我會放在這個原住民考古學的部分 那今天的這個 因為我看到蠻多我的學生 所以可能要調整一下 那所以首先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因為到底在考古遺址裡面發現這個所謂的人骨 發現這個遺骸對考古學家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意義 考古學家到底面對他的時候 一般來講到底是怎麼樣子理解這些骨骸 那這些骨骸對考古學家來講 在考古學的這個理解上有什麼樣子的幫助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最常想到考古學最清楚的 對考古學家來講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的來源 就是我們怎麼樣理解過去這一群人 然後他最直接 因為考古學的遺址裡面出土各種不同的物品 就像如果你想像在千百年以後這個空間裡面 如果你們我們的人體遺骸都在的話 我們每個人都在的話 我非常直接我就可以看到每個不同的人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狀況這樣子 那可是很多時候考古遺址其實 人體遺骸是非常不容易保存的 因為這個涉及到這個有機質啊 然後這個埋藏的環境啊 對我們這個人體的保存都非常非常的不利這樣子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都是椅子啊 然後這些無機的這些建築結構啊 那你可以想像當考古學家 一百年以後的考古學家 面對一個有很多很多的 你們每個人都坐在這裡 然後考古學家突然發覺 就發現到你們每個人都在這裡 跟我們只看到這每一張椅子 那個樣貌就是差很多很多 考古學家可以講的故事就會差非常多很多 所以剛開始我今天就演講 最前面我會稍微提一下就是 到底人物考古學在現在的考古學的運作上面 我們大概是怎麼樣理解這些人物 怎麼樣分析這些人物 然後接下來又談到這個美國的例子 因為我必須先致歉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從美國這個系統裡面出來的 所以我對他的例子的這個了解會比較深的 所以我舉的例子基本上是從那裡來的 那我知道其實這幾年澳洲啊 紐西蘭啊 然後整個大洋洲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然後還有加拿大原住民考古學 或者是這些人體法 他們其實也有一定的這個脈絡一定的故事 我們這次主要就是放 我這場演講主要是放在這個美國的例子上面 那另外後面就開始進到這個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就是在也是一樣放在美國的這個架構裡面 美國怎麼樣去談原住民考古學 那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的發展 其實真的提到這個 考古學間跟原住民的合作是很早就開始了 考古學跟原住民有關係更早開始 但是真的跟原住民社群合作 相對來講是80年代的末期 在美國的時候80年代末期是比較清楚的合作關係 然後到後來現在我們開始在談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其實很多的重要的著作都是2010年才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新的非常當代的一個議題 然後大家開始很嚴肅的 然後很學理上去思考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原住民考古學有什麼特殊的這些方法 然後他到底在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子更大的論數 那這是在美國這幾年這些討會越來越清楚 那更清楚的會談的就是所謂的入民考古學 就是一個去殖民的考古學 因為考古學其實是建構在 考古學的學史是建構在殖民發展的這個架構裡面 這個學科的發展跟殖民是非常有關係的 然後用這個學科去理解過去社會是非常受 這個西方社會的影響非常非常深刻的 那要怎麼樣用一個從西方社會 從這個殖民裡面發展出來的學術架構 去理解這一群被殖民的這一群人群 或者是到底這樣的考古學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樣貌 那在方法上有什麼樣子的特點 所以常常在講這個原住民考古學的時候 其實另外的說法我們常常會說 是一個去殖民的一個考古學的 那接下來我想還是要回到我們在的這個地方 台灣 就台灣的考古學的發展 然後跟原住民的關係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比較清楚其實我比較想對話的 還是原住民考古學這個 在美國這個發展的脈絡 就是台灣考古學界建構出來的過去的歷史 還有台灣當代社會對過去的理解 怎麼樣子影響我們對原住民當代的想法 怎麼樣影響我們對原住民的想像 對當代原住民的想像 然後怎麼樣影響我們對人群之間 各種不同人群 當代台灣社會的這個不同人群的想像 那最後有一個小小的結語這樣 那這個這張圖就是講這個骨頭不會騙人 就是在人體的骨頭上面其實我們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資訊 小是一個人大是一個社群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很多很多的訊息 所以一方面我們可以說這個骨頭本身不會說謊 但是他不會說謊 他會承載說他生命這地層裡面 他活的這個地層裡面發生了各種事情 在他骨頭上面他留下這些紀錄 但是其實我們不見得看得到 可不見得看得到可不見得有辦法說出來說出這些故事 然後這些留在他身上的這些trauma 其實是考古學家再詮釋 再講出來再建構出來的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這中間有很多轉意的過程 那所以現在我先提一下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對我要找一下我的腳操 這個人體這個骨骼到底可以告訴考古學家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張這個講述在人類社會 他會用一個特定的他其實常識講的是一個比較大的 這個人體人類社會從所謂的 我們記得知道這個所謂的傳統人類的狩獵採集社會 進入到農業發展社會的時候 在人體的骨骼上面看到什麼 可能可以看到什麼樣子的變化這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整個人這個整身都可以被分析 整身都可以告訴我們不同的事情 那在當這個進入這個例子是指進入農業社會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進入農業社會的時候 人這個椅子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人的頭型會改變 那這一方面其實是跟因為頭架在這個 我們這個下海股跟我們吃東西有關係 因為農業嘛對不對 所以吃的東西有變化 那所謂的農業產的再來說是一些比較股類作物 然後經過處理的 所以相對來講我們那種跟獸獵產的社會那種咬絕 然後吃這種肉啊吃這種所謂的植物這些作物 我們用實力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他會影響我們的這個口腔的這個構造 然後經過影響我們的腦袋的構造 那另外一方面進入農業社會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飲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有大量的這個碳水化合物 所以在羊齒上面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取齒發生的比例上會高很多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 因為吃穀類作物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想像獸獵採集社會 好像跟這個農業社會好像傳統的這個認知 是覺得農業社會的人食物來源變得比較穩定啊 然後吃的比較好啊 因為我們現在覺得我們吃的很好 然後我們的生活比較穩定啊 但是其實因為古類作物 在這個獸獵採集社會的時候呢 在這個早期社會 他的這個設食的這個範圍比較廣 在這個椅子上面看起來範圍是比較廣的 所以他其實各種營養素都會攝取到 但是進入了所謂的農業社會 常常會有比較單一作物的這種傾向 所以會造成某一些營養素的缺乏 那像這個椅子的例子就告訴我們說 這一群人可能吃了大量的同種骨類 所以他的這個缺乏這個鐵子 然後就有點像是平血 所以你看在骨頭上面也看到他的變化 看到他的一些病變 那接下來呢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譬如說因為你進入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這個動作的這個方法不一樣對不對 像是這裡你可以看到他們可能要常常這個 因為開始有養殖嘛 有這個養這個動物 然後雖然蹲下來這個疾腦對不對 然後或者是這些不同的這種行為 那他都會對你的骨骼上造成一些影響 然後你在這個 如果你發覺到他的這個人骨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上面的各種現象 然後你可以從這個這個真生骨 就是如果你從這個有點像我們說的 就是退化性關節炎 就是讓你大量的使用他的時候 那他這個你就會比較容易的特化去關節炎 那他在骨骼上的表徵就是他的這個最深 就是骨頭會多 在關節的部分會多一些這個骨骼出來 那所以這個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譬如說 像這邊有看到他的腿骨 他曾經受過傷 當你的骨頭受過傷以後 然後在癒合的時候 那個骨頭會比較脂肪狀 會有那個癒合的痕跡 這個考古學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這個人骨 在這個遺址裡面我們看到一個人骨 然後我們可以看從這個骨頭啊 然後從牙齒啊 然後骨頭的形態啊 這個變化啊 骨頭的骨質啊 骨頭本身的這個quality 這個品質啊 然後骨頭的這個樣貌 去推測這個人生前 他可能他的工作大量大部分是什麼 然後他在營養上面的攝取上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然後他的生活 生活的習慣可能是什麼回事 所以其實像在台灣 我們對這個十三號遺址的這個人骨座的研究 這個人類系的這個張金方學姐 他曾經做了一個研究 就發現十三號的人群可能他有 比較長這個滑這個 就是泛舟的這個這個活動 因為他的這個肩胛骨的這邊的這個 骨骼比較粗壯 他從這個統計上面去看的那樣子 那會說考古學家 他會說他可能比較常在滑船 是因為十三號在的位置 然後發掘到的東西 那就推測他可能在海上的這個 這個活動是比較頻繁的 這是考古學家在這個遺址裡面 然後看到人骨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人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 這個人的故事 這個人生命上 他這個什麼生活上面 他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現在有更新的技術 考古學上有更新的技術 很多是那個骨頭 我們先前是一定要看到這個 這個骨頭對不對 然後骨頭上面的這些變化 但是現在新的技術告訴我們的是 不是這個不是骨頭上看得到 而是透過這些啊 所謂的骨頭裡面的這些碳 這些同位素的分析 或者是我們現在最 當代考古學上面 最大最大的一個發展 那個這些人骨 這個考古移植人骨上面 這些DNA的分析 可以讓我們知道 如果像這個同位素的分析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人生前吃了什麼 他長時間主要飲食的重點在哪裡 然後有一些碳同位素 有些同位素可以告訴我們說 他小時候 因為譬如說牙齒的一些同位素出來 是他小時候 比較早期的時候 他吃的是什麼東西 那有的是 像骨頭裡面的這些其他同位素 告訴你的是 他可能晚 後來他臨死前的那幾年 他大概以什麼食物作為最主要的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眼睛看不到 但是我們取了這些骨頭的標本 回到實驗室裡面以後 去做這個做各種實驗 那我們可以去理解 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他這個飲食的一些變化啊 然後他如果他小時候 譬如說他住在海邊 可是我們做出來 他小時候吃的東西 主要是山裡面的食物 那我們就知道 他曾經是從山裡面牽到海邊 其實科普一直上面 最近這幾年很多科普的發現 不斷的在談這件事情 從這個新的這個技術裡面 開始重新幫我們去理解 這個東西是以前沒有辦法知道 那以前科普學家看到這個人物出土在這個 在海邊 然後旁邊有很多海邊的食物 那就推測這個人就是住在海邊 然後以海邊的食物為食物 那現在因為有這個同位素 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一直都在海邊 這個不見得是一定的 那現在也發現真的不見得是這樣子 不像過去科普學家認識的這麼直接 所以這個新的技術 幫科普學家重新理解這些人物的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還是一樣是人物 但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然後這個畫面可能跟以前 完全會是一個相反的一個對話這樣 那再來就是DNA 所以這幾年常常看到這個DNA的研究 那這個Cadewood-Man也是因為DNA的關係 有一些新的發展 那DNA其實他也有不同的狀態 一般的DNA 從父系這裡傳的DNA 然後或者是母系這裡傳的MTDNA 它Machycundra DNA 這不同的DNA 然後不同的這個程序 那我必須說這些都是 都是我不熟的東西 都是我 因為科普學現在分支是兩個剛性的 但是在等古上我們都知道說 它大概有這些方面可以做研究 那這個DNA 所以你看看我特別放這張照片 就是這個分析其實又跟先前而不一樣 我們先去看到的是在田野裡面 看到一個人物 然後我們就是靠著我們的這個 在田野裡面的這些技術 然後慢慢的把這些人物 把它採取起來 然後慢慢的做研究 Either 在實驗室 或是在田野裡面就開始可以 可以從這個形貌上的變化 從形貌上的一些特殊的狀況去討論 這個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這些新的技術 其實是都是聽到實驗人 就考古學家在田野裡面 他在取樣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有意識到 他想要做這些新的技術 那這些技術很麻煩的就是 他怕有汙染 所以考古學家在田野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有一些 在這個田野一開始的時候 就必須要預設說 他接下來他要做這些分類 這些分析 所以他在田野採取的技術上面 他有一些取捨 譬如說什麼時候他必須 必須穿著這些無成衣 然後避免這個汙染的影響 但是呢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就是這整個 我剛才講這麼多的重點其實是喔 雖然這些人骨 我們可以知道人骨 從這個形態上面 從現在有的現有的技術上面 我們可以知道這麼多這麼多 這麼多的訊息 但是其實這些訊息 還要搭配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們才有辦法真的把它講出來 一方面首先就是在我剛才提到 在跑步遺址裡面 人骨的發現是非常非常的難得的喔 人骨的資料可以告訴我們這麼多 但是你要發現他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這是要靠那個環境 那個環境要夠好 就是他的這個痠性 這不能太痠的土壤啊 然後這個移植形成的過程裡面 不能有太多的這些後桌 裡面把他整個位置打掉 或者是吹到整個離開了他的脈絡啊 那所以他的保存是變得很重要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看到那個 那麼一件完整的人 他一個人身上就把所有的病都長在身上 就是基本上是沒有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通常看到的就是 你看到這個 他看到就是這樣子 因為通常頭骨的骨頭是比較大的 所以頭骨的保存基本上會好一點點 那牙齒是最堅硬的部分 因為牙齒是這個保存起來 所以牙齒我們常常看到很多個牙齒這樣 那像有這種手指骨啊 這些比較小的骨頭 他其實很快就會 基本上保存的狀況沒有這麼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當考古學家看到這些人骨 然後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麼多的資訊的時候 其實我們得到這些人骨 一方面是保存的狀況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其實很多人在說 考古家挖骨頭的 我常常說我們要運氣好才是挖到骨頭 其實到一段時間我們挖不到骨頭 這個在只要看到人骨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狀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時候 這個發掘的這個保存狀況是很不好的 所以發掘到人骨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難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這個發現的過程 就是譬如說我們剛才提到 如果你要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分析的話 你看到這個是在這個田野裡面 馬上他就是這個無成衣啊什麼都穿起來 因為如果你要做DNA的分析的話 這個污染的因素是很可怕的 他只要有一些外面的這些一些體液啊什麼的掉在上面 他就會污染掉整個分析的殼 就是會把這個整個分析的過程變得非常複雜的 所以我曾經聽過就是有人這個出事在那裡 在這個大洋洲做田野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是發現人骨啊 然後就很開心要來做DNA嘛 然後所以就所有人都穿著這樣 穿著無成衣這樣子在那裡做發掘 然後所有人這樣圍起來大家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就覺得要很小心很小心這樣子 然後又把這樣因為大洋洲有很大的一體嘛 就這群人到底哪裡來的啊跟誰比較接近啊 對對對的那從DNA上 就想說從荷物上和荷物上一直有很大的真人 那就想有人在這裡 因為其實那裡人的保存也不好 所以找到人骨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呢那絕對要來做DNA這樣子 從這個新的技術來看 然後就說人的骨準備得非常的好這樣子 然後就忽然有一隻牛走過去 然後所有人來講啊牛 然後就趕快要想說要不要把牛抓起來 然後把他的DNA先測一測然後再想辦法這個 所以那個DNA的那個研究其實是 在這個田野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但是考古家現在知道有這個新的技術 基本上都會希望能夠做這個部分的研究 因為這樣其實可以幫我們看到 他是其中的一條證據喔 他可以幫我們講很多的事情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骨骼的狀況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好喔 看常常發現的時候其實是非常狀況非常不好 那考古家學家是從這種破碎的骨骼裡面 再細細的再去抓到底有哪些人 然後這些人的狀況是怎麼回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這些 即便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方法 然後從這些不同的方法在針對這些人骨上面 可以得到這些我們想要的訊息 其實還跟這個所謂的 還必須搭配這個考古現場出土的這個脈絡 就是這個人到底在哪裡出來 然後跟什麼東西是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喔 這裡是一個人骨在這裡 然後他旁邊有非常多的瓶瓶罐罐 然後他其實是被挖下去 挖在這個所謂的生活面的這個下面一層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似乎是一個這個所謂的棺材 所以我們可以似乎是可以說 這可能是一個所謂的墓葬對不對 就是這個人死去了然後被活著的人 非常小心的將他處理下來 然後他挖了一個特有的空間給這個人 然後再把這些所謂的我們習慣說陪葬品 就是把這些生活上的物品 那這些東西到底意義是什麼 這是考古學家必須再重新去理解 到底是把這個他日常生活 可能會用到的東西放在那裡 讓他一起帶走呢 或者是其實這件事他希望給他以後的這個下一次 就是他的這個過世以後的另外一個生活的 這個狀態所使用 那其實有不同的意義這樣 那就是考古學家說的脈絡 就是我們在發掘的時候 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相關 然後在什麼樣子的場面 這對考古學家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光有這個人骨喔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因為人骨不可能是完整喔 我們常常在考古學家發現的民不完整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光有一些片片的人 這些破碎的人 其實我們是要搭配很多其他的這個 這個資料去理解這個人 到底發生曾經發生過的事情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脈絡接下來就是詮釋 即便你看到這樣子的狀態喔 很多人譬如說這個可能比較清楚 像最近其實一直以來你們 我不曉得現在課本還會寫這個 就是尼安德塔人 然後大家不是在講 尼安德塔人有沒有埋葬的習慣 然後就看到尼安德塔人旁邊有這個 有這個花的那個 做出來有那個花粉的那個反應 然後就說哇這個過去 在尼安德塔 尼安德塔是跟我們不一樣的另外一群人 體質上長得不一樣的一群人 但是他跟我們的主線政經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 在歐洲大陸 主要在歐洲大陸歐亞大陸的 這個近東跟歐洲大陸這一群 然後所以其實他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體質上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過去一直對這一群人 有很多想像 然後覺得他可能呢 尤其在歐洲社會裡面 他們是歐洲發現最早的人類化 所以對他們來講是覺得是歐洲的主線 但是他們覺得這麼早的人 大概就比較看起來這個骨頭很壯啊 然後所以應該是想像中 然後是一個所謂狩獵採集的 那所以跟我們現代人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群人可能比較 比較粗壯比較 比較比較智慧 比較沒有這麼高明這樣子 然後所以當我當恐懼學家發現這個 這個這個花的時候就覺得很驚訝 哇這群人我們想像中是一群好像野 像幾位野蠻人齁 就是有很多的想 那時候早期就快會覺得有很多的想像 覺得是一群野蠻人 可是其實他們好像不像我們想像 都是野蠻 他們不像我們想像都不那麼粗暴 他們會對死去的親人他們也會埋 他們會把這個花放在旁邊 然後所以他們其實也有那種埋葬啊 或者是希望自己親人接下來不夠過好的那種感覺 有那種很深的情感跟對這個死去的親人 那就跟考古學家過去的想像完全不一樣 但是後來有很多的考古學家開始爭論啊 這個花可能是上面掉下來的 它不是這個人埋進去的 那你要怎麼樣說它是人埋進去的呢 那考古學界就有很多的爭論 所以我要講過一個目的就是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考古學的這個整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它絕對不是一個單一對來直接相對的 我們現在在很多時候 在看一些報章雜誌啊 一些比較科普的書 常常很直接的連結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考古學家在這裡面其實需要很多個頭不同的證據 所以現在不會因為看到一個花在一個骨頭旁邊 就說哇這是一個埋葬的行為或什麼的 大家會不斷地討論那這個花是怎麼來的呢 它可能是人帶進來的嗎 那人會怎麼帶進來 那它是刻意帶進來的 那是同的時候帶進來的呢 還是下一個時候帶進來的 有很多是中間的問題 所以它還講這麼多其實就是要說 就是人骨如果我們從這個研究上面來講 從這個討論上面來講 它其實真的可以該告訴我們很多很多的訊息 它非常的難得 但是只要有看到一個人骨 至少我們可以講到一個人 那個人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而不是一群一群的樣貌這樣 那這是這個漢的遺址 這個這邊現場有這個花現場花給人 這是漢的遺址跟遺址看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這也是這個 那個它在清的布章 它在放裡面應該不只一個人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這個這個清的 其實看到在考古學家來講 看到布章真的是 你就是看到那個人來了 就是那個人的那個image是非常強烈的 然後這個人怎麼樣子被放置在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這個空間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這個發掘者是非常非常 它其實不是只是只是在發掘的東西 因為你跟我們平常 這是在考古現場裡面 我們會常常有感覺就是 你發掘了很多東西 你都知道這是一個很早的 你大概知道它這個年代 然後你可以看從那個物質的這個性質上面 知道說它是過去的留下來的東西 但是當你真真實實的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感動是很不一樣 你真的就是看到一個人在這裡 然後看到兩個人在這裡 然後這個人怎麼樣被埋葬進去 這是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去這張照片是我拍的 然後我看到的 然後那種那種感動 那你可以想像 會發覺的其實也有一定的這個 一定的這種那種心情在這裡面 它絕對不是只是一個物品 但是我把這張照片 給我這個美國的同事看 我們最近欣賞的美國高德老師 高德老師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人物的照片放上來 那我當然馬上我就知道 因為這是跟美國的邁路很有關係 因為美國這個 現在在考古的這個各種的這種 presentation這種各種發表上面 是不能隨便把人物放上來的 因為這裡面可能這些人物的後代都還在 那他們願不願意讓他們的祖先 就這麼被放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上面 這可能涉及到這一群人的後代 他們怎麼樣子怎麼樣子看待自己的祖先 就像如果你看到你的阿公阿嬤 每個人會有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這個感覺在裡面 那在美國現在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這些人物不能就這麼直接的 就這樣被放在公共的場合裡面 然後拿出來討論的樣子 你可能要去爭得這些 可能就是跟他的後意的一些同意 或者是你在放的之前 就必須先聲明這個演講 或是這個發表是會涉及到這一類的這個資料 然後這有經過妥善的處理 有經過一些一定的協商 然後我們把它放出來 因為這就像我剛才說的 他是人我們看到的是人 這個其實是非常真實的人 就在上面 那這些人的後代都在上面 他們願不願意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我們必須顧慮到這件事情 那這所以這是我的美國同事 他非常馬上很快很快的反應 就跟我說你怎麼可以放出來 那這當然這不是 這是美國國家不同的脈絡之下的一個狀況 在台灣其實我們有不同 我們面對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討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在美國 他的那個脈絡底下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這個 這個美國這個脈絡 這個是我前陣子寫這個 巴勒人也學這個 講這個Pandemic Man這個苦事 那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演講 那時候那個維晨一直跟我說要找那個 找Reading給大家 然後我找來找去好像沒有找到相關 跟考古相關的都是在談這個反環 然後所以就想說好吧 那我自己來寫一篇 就沒想到 我一直有想要自己寫一篇 就後來這個DNA的這個報告就出來了 這個DNA的這個結果就出來了 然後這整個整個故事 就剛好有一些新的發展 所以我就把它寫著一篇巴勒人這樣子 那這個故事其實很有 就是1996年 就是在這個西亞洲這邊 這個美國西亞這個西亞對 然後西亞洲這個這個這個區塊裡面 這個區塊其實很多美國 北美的原住民住在這裡的 就是很多他們的這個保留區 那從這個1996年發現 那1996年發現其實也很有趣 就是兩個大學生 然後在這個河邊走走走 然後就看到一個頭部 然後這兩個大學生就很 就馬上報警 因為看在河邊就看到頭部 是就是凶殺案 然後就趕快報警 那這個燒到這個警察也很有概念 他覺得這個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找了考古學家去 他就覺得這個骨頭好像看起來 沒有這麼近這樣子 所以他找了考古學家去 然後這個考古學家就覺得 哇大事不妙 因為看起來好像真的不是 一個很晚進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想到會多早 他想大概是找其這個西方執 不是西方的這些殖民者過來 因為他那個頭的那個外型 看起來不像原住民 所以這個考古學家就覺得 哇那這個 可是這也是 也對他們來講也夠就蠻早的 就是這個另外 不是當代的狀況 不是當代的狀況 所以他就很興奮 然後就那天晚上就 那天就開始 其實他們是好像傍晚的時候發現 然後就開始在那裡做發掘 然後就一整個人都被他們發掘出來 那是一個完整的人 那剛開始就覺得說 這個人到底是什麼人 是什麼時候的人 那剛開始考古學家覺得 這應該不會是當代 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年 一定的時間 但是他不會是跟原住民相關 因為他長得不像原住民 但是後來他在他的這個 這個屁股的這個骨頭的骨盆這個地方 找到一個石箭頭 那石箭頭的意義呢 因為進入當代的話 他就把這種這種這種 這種戰爭衝突的這個武器就不一樣了 鐵啊這些都進來了 這個槍彈都進來了 石用石頭打出來的這種箭頭 打過出來的箭頭 那你看就知道是 日本美原住民用的一種一種一種器具 那這個考學家想 啊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他認知的那麼快 他可能更髒這樣子 所以他就送 就去做了這個看十四年代 然後這個年代做出來就 那時候剛開始第一個做出來 是九千多年了 但是因為這個是在這個 美國陸軍兵工程的這個 這個territory這個領域 他們所有就是這個是 國家單位的這個土地這樣子 所以剛開始發現的時候呢 這個歸屬權還是在這個國家單位 在這個軍方這個地方 那因為96年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 美國原住民這個 墓葬保護法這個過了之後 所以根據這個條約呢 那時候美國的軍方其實就決定把這個 這個人骨還給在這個地區的這個原住民社群 然後那原住民社群也說 他們就是馬上要把他埋起來的樣子 就是用他們的儀式把他們埋起來 因為對他們來想 那就是他們的這個過去的祖先這樣 所以這個考古學家 人類學家把他叫做Canel of Man 但是這個當地的原住民叫做The Ancient One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一個命名 然後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祖先 因為他們的口腸告訴他們 他們在這個區域的居住非常久 他們一體就去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決定要把他埋起來 那這個說法進出來後 這個考古學家 但是其實不是很多考古學家 聽一些考古學家 就開始覺得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是一個9000多年前的一個人骨 是北美洲發現到目前為止 那個時候其實不是喔 其實後來還有多 然後覺得是最早的這個完整的人骨 那他可以告訴我們這個最早的美國人 到底是怎麼回事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對考古學家來講 看到了一堆可能可以做可以知道的資訊 所以在這個考古學家 這幾個考古學家 然後跟這個Smithsonian這個博物館 幾個考古學家 開始就跟政府打官司 就說我們這個這麼久 這個人骨對我們的人類學的研究 對我們理解實現人類社會 有這麼重要的這個貢獻 為什麼可以直接就把他埋葬了 那我們整個作為聚集都消失了這樣子 那2004年的時候呢 這個法院就做了判定 就說這個不屬於北美原住民 因為他這個9000多年太久了 沒有一個部落可以說 他跟他是有直接的關係 因為9000多年太久了 所以在這個沒有辦法 找到直接的官員性 這個文化的這個連續性 所以在2004年的時候 法院就判給這個 判給這些標本屬於這些考古學 就是考古學家可以開始 原住民不能拿回去 然後考古學家可以開始做一些研究 所以2005年開始做了研究 那研究其實規定也非常嚴格 因為他還是非常具有爭議性 所以好像那時候是給了十幾天的研究期 然後二十幾個考古學家 二十幾個這個體質人類學者 專家繼續做這個研究這樣子 然後2014年那個報告就出來了 這個從體質上面的這個報告就出來了 然後2015年DNA的報告出來 那DNA的報告他們是送到這個 就把他的丹麥那裡去做到 那2014年的這個型態學的部分 是在美國這個 其實要是美國幾個比較主要的 這個體質人類學者在做的 主要其實也是從Sony這個國務館 就是美國最大的這個國務館在做的 那型態學長做出來這個谷歌 就是當時這個考古學家看到這個谷歌的時候 就覺得這不應該是美國原住民 因為他長得不像原住民 不像他的認知的這個北美原住民 那這個復原起來以後呢 也覺得看起來不像那個虛派裡面的 這個北美原住民 他反倒比較像這個波雷尼西洋那邊的 波雷尼西洋那邊的 波雷尼西洋比較像奧斯丘尼西洋 然後或者是也滿像這個 這個日本的這個艾努 這個艾努這一群人群這樣子 那所以從這個型態學上面來講呢 那考古學家就覺得從這個型態學 所以我們似乎就看到這個早期在 這個這麼早期的這群人呢 因為以前一直覺得人群進入北美洲 是從這個歐亞大陸的北邊 跨過白印度上過去的 那這一群人似乎是從海邊 他當然不是從波雷尼西洋來的喔 波雷尼西洋的人 人的這個歷史沒有這麼早這樣子 但是是可能是從那個邊邊邊邊 這一群島嶼的上面的人 然後透過島嶼這樣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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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跳島這樣子從這個島的海岸線邊邊這樣子 走到這個北美北美這個區塊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呢 改變的過去很好對於美洲這個人群殖民的 這個歷史的看法這樣子 然後這個Smithsonia在2014年出了這篇報告 這個是從那個AT&T Press 這是美國一個大學的這個 德州大學的一個 德州大學的出版社出的這樣 然後但是這個Smithsonia的這個網站上 馬上也就做了一個報告 然後他就說這個 The Kennewickman finally free to share his secrets He's the most important human skeleton Ever found in North America I hear for the first time as his story 就是我們終於可以開始知道 這個北美洲第一個人 他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這篇報告裡面呢 寫到很多一些很細節的嘛 最有趣的是喔 就是我找了一下這個 什麼松年出版的各種這個 在網路上的這個他們給一般社會大眾看的 各種關於Kennewickman的報告這兩三年代 你可以看到這個報告出來的時候 這個Smithsonia是非常興奮的 他們覺得當時 因為其實那時候打官司很多 是Smithsonia的考慮學家在那裡做的 那Smithsonia一直以來其實 他們就是收最多原住民的谷歌 然後真心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博物館 然後NACPA對他們影響非常的大 那但是這個報告出來的時候 這個Smithsonia的這個官司 他花了大概五六月去談這件事情 然後是這樣這樣的這個 覺得科學終於讓他們 讓他們這個博物館的汝流被洗掉 因為這個科學的分析 讓我們看到這麼多過去不知道的事情這樣 所以他還要提到 若不是最後透各種 透過艱辛的法律訴訟過程 這個疑還將永遠被埋葬於地 無法被科學的研究 就是他突然在提到 然後再提到說 早期這幾個考慮學家是怎麼的努力 他們的特性上會多堅毅啊 所以他們可以站出來跟國家打鬥 因為他們是跟軍方打官司 然後那時候他們的這個 本來的這些僱主都會跟他們說 不要你不能跟國家打官司啊 那個蘇的那個 你們打不贏國家啊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所以這個 這個報告一直在說 就是這些考慮學家 是很非常堅毅的個性 才讓這個科學的可 成績科學的這個發現有可能這樣子 然後這個沒有被埋在地底下 讓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個人怎麼回事這樣 然後我當然甚至還強調 這個訴訟的過程裡面啊 那時候又會花了五百萬的美金啊 然後是多麼的這個 對 然後在這個16天的研究期裡面呢 有時候有的專家加入這個研究 然後由這個頭骨的形狀 跟其他的骨格推測 跟這個紐西蘭附近這個小島上面 住民還艾羅很相似 所以就是我剛才說跟島嶼邊緣的這些 跟這個東亞邊緣的這些島嶼的人群比較相似 所以推測是一萬五千年沿著這個海岸 往美洲遷移了 然後過世這個 這個Penewickman大概四十多歲的時候過世了 然後大概有一百七十多公分 七十幾公斤這樣子 然後他似乎是以 他又是一個右撇子 因為他所有的骨格在右邊的這個支架上面 看到比較大的神號這樣子 然後他做了石器 因為他可能用他的這個 所以他的手指的骨格上面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早期這個北美洲這個 早期這個石器打波 不過他們其實必須用那個波的這個力 所以這個手指的骨頭上面也顯現出那個痕跡這樣子 然後可能蒼詩琴的 他主要是以這個魚腔骨魚啊 然後潛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骨頭上面的便利你知道 這個潛水骨 然後這個鵝骨這裡 然後這鵝骨斷裂骨頭骨有一些撞擊傷 然後鵝骨他的陣頭本來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形態學的這個認識呢 我看到這個人生前可能有了一些生活的樣貌 然後以海洋資源為主這樣子 那我剛才看到了 其實這個他其實是離海洋 他被發現的地方離海洋有一頓一定的距離了 所以他其實是離開在離海 而且這個海邊不斷的在上升 所以他推測那個時候他離海洋更遠的 然後從他的牙齒上飛機可以知道 他喝的是山上的血水 然後所以可能是從 他其實本來應該是從阿拉斯加下來的 所以就是從這個一個骨頭上面 然後我們看到了這些的殉質這樣 然後這個Sony的這個報導裡面 就是大很很大程度的一直在講說 這個真的是科學的這個科學的這個力量 科學讓我們理解的那麼多的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當時這個做分析的一種這個照片 但是有趣的就是這個DNA的分析 在2015年出來 然後是這個哥哥老人 大概就都有他跟這個研究實驗室裡面做出來的 那他的這個DNA做出來 那個遺產學者覺得 這個他的這個DNA其實是跟這個 這個跟其實跟北美原住民的DNA是比較相近 而且其實是跟這個區塊 就是Confernal Related Tribes of COVID Resolution 就是這個這個Kennel Command 發現這個區塊的這一群原住民的這個DNA 其實是最接近的 那這個這個遺產學者就說了 他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 從DNA的研究裡面不可能知道 美國人跟Kennel Command 哪一個美國人哪個英國人 跟這個Kennel Command最接近 我學人最接近 因為我們不可能研究所有人的這個DNA 然後其實這類的歷史這麼的複雜 這個DNA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那我們可以說的是 從現在有的證據裡面看起來 這個Kennel Command 與美國原住民的關係 原理其他社群接近 所以這個DNA的研究呢 就跟這個形態學的研究 變成兩個非常不一樣的這個結論 那這個研究出來以後 你再去看那個是不是收年的那個網站 就很塞 就是很安靜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一個小小的這個公告說 這個DNA做出來的研究 是跟這個原住民的比較接近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們前一年剛出了一篇 這麼大的一個報導 你知道嗎 然後到了這個之後呢 那整個 你可以看到那個整個報導的那個樣貌 然後就是 那這其實是要看一下 就是那個整個場域的那個研究的狀況 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所以這時候後來美國 這DNA出來以後 美國就出了很多這種這種 cartoon對不對 然後就在講說 其實主要就是站在當時 這個原住民的這個立場在講說 那你看這些考古學家出了一本書 出版了一本書 然後有這個得到一些聲明 然後但是對這個原住 這個看文件來講 他說Can I go back home now? 我可以回家嗎?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另外一些 卡通其實很多 就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這些骨頭就說 那那到底現在是 是我們可以回去嗎 NNA出來 是不是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那2016年的時候 就是今年年初 大概四月 四月多的時候 那個美國的這個這個冰宮 就是本來擁有在擁有權上 擁有這個遺骸的這個軍方呢 就決定把這一附的遺骸 還給這個當地的原住民 當地的原住民 然後當地的原住民就說 他們決定要把它再買 就買起來這樣子 那就是用他們的這個這個儀式 然後把他買起來了 把他買起來了 那其實這個中間呢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 雖然我們看到考古學家 所謂的科學家 然後跟這個原住民之間的這種 非常緊張的關係 但是其實 美國 我四月份的時候 在美國的考古學年會 我大概也是在談這件事情 其實當時 2001年的時候 這個 另外一個非常知名的美國考古學家 還有一些美國考古學年會都說 其實不應該上法院 因為這其實是當 是當代人的爭議 是當代我們之間的爭議 跟這個 我們應該透過當代不斷的協商 跟原住民社群 原住民群體 然後跟這個考古學家 大家不斷的討論 看應該怎麼樣子 面對這個這一附人物 看你能夠怎麼樣子 取得雙方的這個 透過各種不同協商 可能各種不同討論 然後看看到底 應該怎麼樣面對這些 而不是馬上進入這個法院的系統 然後馬上要做出一個 好像馬上把這兩個社群 就對立起來了 其實不是 但是不是說 考古學家都覺得應該要進入 做這個進入這個法律的訴訟 然後要完全只覺得 這是一個科學的這個標本 那其實很多科學家都會都有提到說 其實應該要回到這個原住民社群 裡面做一些更多的討論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爭議的案子 然後牽扯了一些考古學家 然後牽扯了這個市民社群 這個這麼大的這個institution 這麼大的一個機構 但是其實這不是唯一 或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樣貌 有另外一個計畫叫這個 Tondus King Project 這個是在這個阿拉斯加的這個東南的一個 一個這個島嶼區 那主要是這個Prince of Wales這個區塊這裡 那這其實本來是一個國家公園的一個計畫 那他們的研究是真的 因為這個地方很多這種石瑞園洞穴 所以其實是比較是自然科學的這些科學家們 他們在這個區塊進行這些這些這些洞穴的調查 對 理解這些這些 這個石瑞園洞穴的這些這些自然的環境的過程 那他們發現了非常多的骨頭 但是不是人的骨頭 都是一些動物的骨頭 一些是早期動物 就是更新式時期 就是冰期時期的動物的骨頭 所以知道這個這個時期在冰期 就是在一萬年以前呢 其實這些大型的動物 在這個地方活動這樣子 但是呢 在這個1993年 然後在1996年的時候呢 在一個洞穴裡面發現了這個人骨跟石器 在那個1996年嘛 所以其實是跟Catman發同時發同個時間 差同個年代發現了發現了這個狀況 發現了這個這個人骨跟石器這樣子 那在一發現的那個moment呢 就是群那個團隊就馬上通知考古學家 那考古學家一到現場呢 確定了這是人骨跟石器 那那個石器看起來就知道 這不是當代人用的石器 所以這個人骨一定有一定的這個歷史 一定的年紀這樣 馬上就跟當地的這個原住民社群 把原住民社群都找得來這樣子 把當地的這個原住民社群 幾個部族部落都找得來這樣 那這個部落召開這個部落會議 然後這個跟考古學家 跟這個原住民跟當地的部落的這些 不同部落 而且他們是很豪奇的部落在這裡 跟他們討論說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就是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人骨 然後發現了這個石器 那我現在應該 這是在這個你們這個你們的領域裡面 那你們覺得應該怎麼辦 那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部落的長老都其實蠻擔心的 都覺得說這個東西是不是到後來 就是你們科學家考古學家帶走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們到底能夠有多少說話的可能 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考古學家其實一直不斷的 跟這個部落的這個部落會議 在部落會議裡面 不斷跟部落的原住民強調說 其實是希望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面對這些人骨跟這個石器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然後我們應該再度我們開始要 真的要做研究應該是要問原住民社群 問這群住在這裡的人 你們想要怎麼樣子理解這一群人 你們想要關心他們什麼面向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如果我們真的要做研究 我們就可以往這個方向做研究 那一切的決定權是希望能夠到 原住民的這個群體們決定說 那到底我們該怎麼辦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這個經過非常長的討論 就是這個部落的原住民眾人決定 他們要他們決定就讓考古學家 繼續做一些研究 針對這群人群的這個樣貌啊 然後這些DNA這些做研究 就做出來的年代也是9000多年 所以他其實跟Candemain是差不多年代的 這個年代出來是9000多年了 然後這整個過程呢 其實這很重要的是這整個過程是不斷 就原住民部落不是一個被諮詢 只是一個被諮詢的一個對象 而是他們其實進入到這個研究的project裡面 然後跟這個考古學家一起討論 應該怎麼樣怎麼樣去做研究 這個研究應該到底要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甚至你可以看到他們完全沒有任何的 這個沒有去指稱這個人骨是什麼人啊 或什麼就是他把命名的這個權利也 因為從那看見Candemain開始 才明顯看到科學就把他們寫入命名這樣子 然後所以那個原住民部落也非常的生氣 因為這對他們來講是他們的領域裡面的 這個他們的祖先這樣子 然後就他們祖先的名字竟然是被外面的人在做命名 你知道嗎 那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就是命也沒有論沒有命名 科學家沒有給他命名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應該是要讓這個原住民群體 去做這個討論 那另外後面又是在媒體曝光 你可以看到Candemain 他的這個媒體曝光是非常大大的 然後科學家把他某種程度上 他變成一個兩個群體的對抗 但是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其實這個媒體的曝光率啊這些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跟 什麼東西要跟社會大眾 跟一般的社會大眾 什麼東西是在部落裡面談 然後什麼東西是在這個科學家 科學家裡面之間談 其實都有一些很清楚的這個 每個步驟都是非常小心的在處理的 那所以其實可以看到在同一個時間 其實類似的狀況也在發生 但是其實這個處理的方法 這個處理的這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Nepra已經過了六年了 所以其實科學家跟原住民社群合作 已經非常就是跟原住民社群的這個互動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久 從這個非常早期一直到後來 其實是非常非常久的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在這個時期在這個區塊 其實是有另外一種處理的可能 是有另外一種處理的方法 那Candemain 所以我們在這個媒體上面 看到一個這樣極端的狀況 但是其實很多這種處理的方法 是另外一套羊毛 那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北美原住民 北美考古學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喔 從這個19世紀啊 然後到20世紀 然後到這個考古學的這個發展 可以看到從最剛開始把這個原住民的這個 這是為什麼美國原住民 對考古學家有這麼這麼大的這個敵意 然後這麼這麼大的這個不信任感 因為這整個發展的這個歷史上面 其實是非常清楚喔 就是在19世紀的時候 這個Thomas Jefferson是被美國稱為這個 美國考古學之父 他是第一個做這個科學 所謂科學性的發掘的一個 他後來是美國總統 然後他把原住民的這個 五個當作就是一個科學標準 因為當時其實就是對於科 對於人群的分類啊 對於尤其是對於頭骨的測量啊 那很強的這個 所謂的種族主義的這個概念在這裡面 然後所以其實後來他被大家說 這是第一個科學道路者 那對於他來講這個頭骨 這些人跟骨頭可以幫我們解決很多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就是骨頭可以告訴我們很多訊息 尤其重要是可以告訴我們不同人群 不同人群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在體質上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你可以看到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不在那個時期 19世紀的時候 其實考古學家真的是到處在收集這個 這個人 美國原住民的 尤其是跟原住民相關的這些人 到處的收集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1920年代這個所謂的 他自稱他是一個考古學家 你看他把這個 所有他收集到的這個原住民的骨頭 把它展示出來 然後把它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現在我們覺得是一個 是一個盜目者 那他就把這個人骨展示出來 那這個其實很大的這個概念就是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種 對不對 從這個人骨上面 你看到是清楚的不同的人種 那進入這個20世紀的時候 那科學 考古學強調就是科學 考古學覺得自己是一個很 非常科學的學科 因為我們發掘的是物品 這些物品是可以被測量 是有數字的 然後我們做的這個 我們做的每一件 我們討論的每一件事物 都是必須從這個地底下 被發掘出來的 然後是非常實證的 因為他很明確的 這些物品的這個標本在這裡 那所以這個通過這些物品的分類 通過這些人骨的分類 我們可以把這個不同的人群 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的樣貌 然後所以當時覺得這個 這麼科學 這是一個科學的學科 所以所謂的 雖然在美國做的這個考古學 基本上研究的 應該都是所謂原住民的這個歷史 原住民早期的這個歷史 但是因為考古學是一個科學的學科 然後我們是用科學的方法在研究科 就是一切都是講究科學 所以這個跟原住民之間 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這個 當時考古學家完全沒有意識到 需要跟原住民有任何的互動的關係 因為發掘出土的東西 就是非常明確告訴我們說 這些人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 當時其實有很多的考古學家 或者是其他學家在談到這個口傳歷史 就是當時這些原住民 有很多的這個口傳歷史被記錄下來 然後但是對考古學來談 這些口傳歷史就講到過去的 就是透過口傳傳遞過去的這個 他們的社會的樣貌 但是對考古學家來講 這個都完全不科學 因為他沒有辦法被證 沒有辦法被看到 沒有辦法被測量的 所以這在20世紀的時候 這整個實證主義 這個科學考古這個概念裡面 這個原住民社群基本上 雖然考古學 當時的美多考古學 基本上討論的都是所謂這個原住民的歷史 但是其實原住民的聲音 從來沒有被放在這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很多其實這幾年有很多的 美多考古學家在回顧這個時期的研究 各個從他們田野裡面的各種照片在看 都看不到原住民的聲音 或是原住民只是在幫他們做發掘的 那原住民的這個角色 在這邊是非常非常的薄弱的 那尤其他的世紀的這個 二次大戰之後 1940年代之後 然後考古學有這個所謂的碳14定年 就是這個碳 可以運用這個碳 可以知道這個遺址的年代 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這個遺址是聚精3000年 這個遺址是聚精2000年 這個碳14定年 那這是一種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不對 那然後他解決了考古學 考古學過去只能說 這裡比較晚這裡比較早 然後這裡稍微早一點這裡 只能在比較這個早晚這個上面 但是這時候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說 這個是19世紀 這個是17世紀 這個是16世紀 這個是15世紀 所以這個時候考古學對於 這整個科學技術的這種高度崇拜 然後對於這個學科做一個科學的學科 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這個東西完全跟這個原住民的口傳啊 然後原住民的這個過去故事啊 其實對考古學家來講是 是沒有辦法幫助我們理解過去世界的 因為那是一個科學的一個狀態 那這是到了 這是在整個20世紀喔 一直到1980年代 到了1960年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21世紀 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的發展 那1990年代這個Napron這個通過了 那其實最主要是因為1960年代 非常美國本土有非常強的這個原住民運動 原住民開始對於當對於那個美美社會 對於他們的這些不公平的對待 然後在整個對他們歷史的這個這個破 這整個歷史的這個重新 把他們的歷史整個幾乎都抹掉 然後在這個民權 1960年代也是美國的民權運動非常盛的時候 所以就是原住民運動在那時候 是非常的興盛 那所以這才會帶動了90年代 這個Napron這個通過 然後對於這個 對於他們這些過去目的這個掌控的一些討論 然後進入21世紀的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那因為原住民考古學 因為這個重新去理解 這個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所以考古學重新去思考考古學這個建構 考古學在討論過去 在建構過去的時候 到底出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到底是不是我們過去的這個討論 會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這個主要比較主要的幾個法喔 我們剛才提到那個Pros 1990年代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這個北美原住民 跟考古學之家之間的關係喔 那你從那個法上面其實也可以看到那個變化 這個1906年過這個Antiquity Act 因為在這個之前喔 這二世紀之前 這十九世紀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發掘嘛 所有人都可以去採集到這些原住民相關的物品 然後古古啊 所以你剛才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他自己稱他自己是考古學家 但是他其實收集到很多很多原住民的人古啊 就在1906年這個Antiquity Act過之前喔 其實所有的人都有都可以去收集這些相關的物品喔 然後去進行考古發掘 但是這個法過了以後呢很明確的規定 只有特定資格的人可以進行發掘 那這個特定資格的人就是考古學家 就是這些受過這個考古學訓練的那些考古學家 才可以進行發掘 然後這個史密斯州年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這個博物館 是主要的這個主管機關這樣子 然後考古一直開始 有些考古一直開始被定位定義成 這個所謂的國家紀念文案 這是從美國總統定下文案 然後這個這個法律就保護了 還有在美國境內的這些考古藝人址 然後但是同時 因為他規定只有考古學家可以做發掘 所以這些遺址呢 也被考古學家視為他們自己的研究資產 那配合到我們剛才提到 這時候對於科學啊 對於自己學科科學性的這種強調喔 所以考古學家對這個遺址的擁有權 完全原住民是被放在外面的 所以看到大部分這個考古學家 無視於大部分的遺址是原住民的祖先 然後這些遺址在破遺物上有一些 這些原住民跟這些遺址啊 在這些區塊啊 或是一些物品上面 一些宗教上 或是情感上或是歷史上的連結 這個考古學家那時候 完全基本上是沒有提到這件事情的 然後原住民的歷史呢 是被視為自然史的一個部分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美國的就是 自然史博物館裡面原住民是 原住民的這個歷史 原住民相關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物品的展示 就是在這個自然史博物館的這個架構裡面 在這個時候 然後是屬於全民所供的 是全民大家的財產 那90年代 剛剛提到60年代這個原住民的病毒 90年代這個 美國原住民募障保護及歸還法的通過 那開始重視了這個附落裡面的權利喔 然後這個法還是比較 我想這是你們先前演講都有提到 他從這個聯邦政府的規定 這些博物館開始簡單 博物館線內部跟原住民相關的物品啊 然後這些物品開始要列冊 然後這些列冊 物品要開始被討 跟原住民部落商討 這個返還的這個過程 然後再來就是 考古學者跟這個部落的活動 考古學者研究 因為現在規定的很清楚 如果你在考古遺史裡面 你在遺史上面發現了這些相關的物品 那你就必須徵得當地這個原住民的同意 然後原住民他有決定權到怎麼樣面對這些 這些移好啊這些物品 所以這個法剛過的時候 有一群考古學家有一些考古學家 說就是美國的考古學完蛋 就是已經沒什麼好發展 因為在美國做考古學 基本上所有的遺史都是跟原住民相關的遺史 那你現在規定所有這些相關的東西 你都必須徵得國原住民的同意 那是不是考古學就完蛋 就沒什麼好做這樣子 因為那就表示 因為他們那時候有些考古學家就會覺得 那原住民就是統統都要把他們都還起來嘛 然後不要讓我們考古學家做了這樣子 那我們就美國考古學就沒有材料可以做了 那所以當時有一群考古學家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噩夢 就是宣告美國考古學可能會走向死亡這樣 所以就是這其實也有跟那個美國考古學 後來有一些發展有一些相關 美國後來開始做這個歷史考古學 就是比較晚近的這個歷史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官知的這樣子 但是其實當然很多的考古學家 尤其是美國考古學年會 當時其實積極介入這個 美國這個法的這個設立 其實美國的考古學家 他積極介入這個法的設立這樣子 然後其實也強調 尤其很多的考古學家覺得 其實考古學開始跟部落互動 其實可能會讓我們重新思考 我們自己到底在幹嘛 考古學家開始在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那所以美國考古學年會今年呢 其實有一整個session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其實那個session是非常清楚 因為一直以來大家都覺得考古學家 因為原住民社學是一個非常對立的狀態 但是在這個考古學 今年的考古學年會 因為今年是21年了 20年、21年了 然後他們做了一個回顧 那當時負責 當時的考古學年會的這個主要的幾個幹部 然後跟這個立法相關的人 開始就做了一個present 做了一個報告 然後他把所有就是過去的各種documents都出來 就各種文献都把它找出來 然後就說其實當時考古學界 主要是站在這個法輪的立場上面 是希望能夠讓考古學家看 一定要開始跟正式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然後這種正式自己做詮釋 這中間產生的各種問題 他怎麼樣去理解這個原住民社群 怎麼樣跟原住民社群合作 其實在當時已經很清楚的談 那到了1980年代末期的時候 就是非常清楚考古學 1970年的時候就是我們剛才提到 考古學覺得自己是科學啊 然後不需要去注意到原住民社群 但是到1980年代末期喔 其實考古學家就開始 積極的借過這個Network的設定的過程這樣 那但是其實我們考古學上其實很清楚嘛 因為你過去的社群 考古學面對的是過去的社會 但是我們當代界定的社群 是當代各種政治力量 然後各種歷史的結果做出來的 設定出來的一個族群界線 其實跟考古學家看到的過去的社群 是有一些區別的 所以考古學家在討論上 怎麼樣子運用當代政治力量 界定過去的社群 那我們看考古學的研究到底 可以幫助我們怎麼樣思考這些事情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重新去思考 這個原住民社群裡面口傳的這個意義 到底在哪裡 口傳到底真的跟考古學完全沒有辦法合作嗎 考古學家就只能這個面對這個 就只能依據這個考古的資料 然後真的就是這種形式這個詮釋方法 口傳到底對考古學家可以有什麼樣子的 對我們理解過去有什麼樣子的幫助 那另外一方面一個很強一個很重要 就是跟原住民的關係 從剛開始從所謂的諮詢 就是考古學家在做什麼的時候 就問一下原住民說有什麼樣子的意見啊 然後覺得應該怎麼回事啊 到後來強調說應該跟原住民社群一起合作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這個阿拉斯加東南的這個研究 要跟原住民社群一起討論 到底什麼樣子的意義是有意義的 是原住民社群想要知道的 那通過考古學家的考古學方法 可以解決什麼樣可以提出什麼樣子的可能 那原住民社群覺得這個是不是需要 要可以合作一起去理解這些事情 就是從一個資學的這個狀態 進入一個合作的研究狀態 所以這就是剛才提到的 這整個過程裡面後來到了2010 有比較明確的那個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在美中在美國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就很非常明確的被提出來 然後各種不同的發出版品 然後開始討論原住民考古學到底指涉是什麼 然後研究方法跟一般的考古學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應該怎麼樣子做研究這樣 那我稍微講一些重點 但這個學科比較大家一直在討論的就是 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就是希望這個研究這個考古學的研究 是跟原住民在一起 然後會以為原住民 而且陣內一定要有原住民 一起執行一個考古學 這是非常明確的 然後從這個諮商關係變成合作關係 這個權力關係的改變 就是過去覺得只是諮商 但是現在我們強調的是大家合作一起討論 然後這個原住民來共享的 下次的那個執名歷史掙扎及選領 因此原住民考古學武力跟邁誘化的研究 就是要去理解為什麼這些 這些原住民的社群會是這樣子去解釋自己的過去 解釋這個考古學是怎麼樣子留下來的 那這個東西必須被放在這個 在這個殖民的過程裡面 什麼東西是什麼樣子的說法 什麼樣子的論述是被污名化的 被殖民視力有刻意的 或是無意識的 然後去給他特定的價值 然後讓他被在這個論述的 這個歷史的論述中被忘記 或者是被被視為是不可行的可理解 那原住民考古學在挑戰這個主流論 是必須去思考考古學的方法論 掌握原住民自行管理文化遺產的權利 因為過去考古學也強調科學 但是後來考古學家我剛才提到的 就剛開始我提到那個冷骨的研究對不對 其實你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好像都可以做到這些事 但是這個中間涉及到很多的問題了 就是這個資料都是破碎的 所以什麼樣子的資料是你可以拿起來用的 那這個資料怎麼樣子取得 在這個每個process裡面都有出 都有可能是在你選擇的過程中 你就會得到不同的結論 那像剛才看這些各種不同的這個頭骨的測量啊 然後這些這個科學技術的運用啊 其實背後都有很大 就是他的這個參照標本在哪裡 然後他這個取得的方法是怎麼樣取得 他的這個樣本書大概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背後有很多的問題 考古學家從來沒有說對不對 考古學家都不提這些事情 那只是告訴你說這個做出來 看起來他上面有這些marker 然後所以他應該是營養不良的這樣子 然後他不會告訴你說 那到底這個環境是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是營養不良啊 或者是說他比對的到底樣子是怎麼樣 或者是其實常常在講說 有些骨頭其實是 我們常常會說有些骨頭是 這個是女生的骨頭 這是男生的骨頭 生理男生的骨頭 生理男生的骨頭 但其實這其實是一個range 是一個很大的range 那當然有一些集中一個趨勢 但是在人物的研究上 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是有一個range 其實是一個奔波 所以他不是一個這個絕對 有些其實是在一個模糊的期待 那這就涉及到這個考古學家詮釋的時候 他怎麼樣理解這個可能 應該是放回來的 哪一個端點上面 那另外就是剛才提到這個種族 童骨頭骨的測量對不對 曾經在1990世紀的時候 考古學家覺得這些童骨的測量數 我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這個群體是什麼族群 或者是甚至到了pending command 到1990年代都還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這個形貌上建構出來 就覺得他應該跟北美原住民沒什麼關係 這個這樣明確到90年代 到2014年的報告 他們還說這個建構出來 從這個形貌上建構出來 他看起來就不是一個北美原住民的樣子 他應該跟這個大很多的人比較相似這樣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復原圖 他把那個肉都放上去 然後有竹子還有有頭髮 他其實就是依照著大洋洲人的這個 大洋洲人的這個reverse 然後再把他放回去 那就是不斷的重複的讓我們加深那個印象說 哇 這個形態太能不能這樣 就DNA出來告訴我們說 欸 因為他這樣 其實跟原住民的這個 所以所謂的科學 考古學家這個相信的科學 考古學家覺得這個科學 其實背後有很多很多這種選取啊 抽樣啊 然後這個每個人不同的這個角度啊 去什麼樣的資料 被考古學家覺得是可以拿出來講的資料 是合理的資料 就是說那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那考古學家很常常常都不說這件事情 不過考古學家沒有意識到這個東西 因為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個偏見 是怎麼樣很想自己選擇材料 那這個很大一部分造成這個空間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考古學家開始 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開始挑戰考古學家這方面的問題 考古學家自己當然不斷的在自行 透過這個不斷跟原住民社群的對話 然後還有一些考古學內部的這些 90年代末期的這種做繁寫 然後開始去重新思考的部分 那所以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就是這邊一直不斷的強調他去重新思考 大概過去的考古學的這個方法 大概開始出問題 那原住民考古學 原住民社群可以怎麼樣幫考古學家 解決這個問題 會不會幫助考古學家 看到更多的這個過去社會可憐的樣貌呢 然後原住民考古學強調的是一個 符合道德體人為中心的一個實踐 所有的證據在考古學的問題中都是重要的 所有的證據 所以這個重點就在 他提到所有的證據就是包括所有的口傳 口傳也是一條證據 過去覺得口傳是科學的 口傳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口傳是一些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的 但是當考古學家開始意識到自己本來 這麼相信的那個所謂科學的方法這些 其實中間充滿了各種人的選擇 各種人的這個主觀的一些判斷的時候 那其實口傳也是告訴我們另外 他也是另外一條證據 有一群人然後不斷不斷地傳遞下去 不斷不斷訴說過去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中間其實他一定可以幫助我們真的去 透過這些不同證據的這個結合 有一個互相的辯證 可以幫我們去看到 到底過去社會有可能是什麼樣的 考古學家開始意識到這個 他原住民考古學家是這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push的力量 那當然不只是包括口傳 還有各種所謂的經驗 我們經驗的這個東西 跟我們再繼續談 那所以原住民考古學後來開始 不斷地批判這個過去的一些討論 然後一直認為這個過去的考古學家 利用的是西方的世界觀點來解釋這個世界 理解這個過去 理解過去 然後這個複製這個世界觀 然後並且自然化這種世界觀 所以過去強調的考古學一直在討論就是 因為考古學我剛才提到 是從這個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一個學科 所以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西方社會可以發展這麼文明 這麼的高 這麼的這個 這個社會這麼的富裕啊 然後這個藝術生就這麼高級 所以就是這個演化的一個概念 為什麼我們會是這個樣子 這是西方人想要回答 西方人自己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不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當他們看到這個其他社群的時候呢 然後就會說 為什麼你們不能這個樣子 那概念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 所以用西方的考古學 是在這樣一個脈絡裡面生成的 所以原住民考古學 原住民學者開始去挑戰這個觀點 為什麼要問這樣子的問題 考古學家為什麼一直不斷在問 為什麼考古學家一直不斷問 國家怎麼形成的 國家為什麼形成 為什麼農業會發生 因為有些原住民社會 其實他們的那個 跟自然化的互動關係 不是像什麼考古學家從中東 兩個流域建構出來 或者從長江流域 然後流域建構出來 這種單字作物的這種發展的圖境 其實很多社會發展圖境是不一樣的 但是其實長久未來考古學家 問的問題都是 為什麼農業會發展 為什麼農業會發展 為什麼農業會變成最重要的作物 為什麼小麥變成最重要的作物 這個其實都影響了考古學家去抓這種 抓資料怎麼樣子的解釋 所以原住民考古學開始就不斷的挑戰 去問這些問題喔 然後有些考古學家開始提到說 我們將無法脫離殖民的影響 除非更積極的 有助於更積極的嘗試認識 關於文化知識及文化遺產 別用那些你長在日子文化跟知識權 知識擁有權利 控制權的爭議 開始是理解誰說了算 為什麼他說了算 那到底這個東西是屬於誰的 然後為什麼他可以說了算 不斷的去問這些狀況這些問題喔 那所以需要的是一個轉化整個研究過程 然後一個很重要就是反省 這個學科到底製造出什麼東西 這個知識建構的過程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子進去的 所以就是研究回去 研究製造 研究回去到底這個研究 這個考古學研究是怎麼樣子 被發展出來的 然後這個怎麼樣子建構成現場文 不斷在問出這些東西喔 那這個考古學家其他研究者 不可以宣稱自己是在這個認同政治那層 因為我們考古學家都存在當代社會 所以考古學家理解世界的方法 其實已經被當代社會影響很大 那你怎麼理解這個世界呢 當你在看這個資料的時候 就會產生很大的這個 你覺得什麼樣比較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什麼樣的證據是比較重要 是你認識最重要的重點 那你就會往那個方向去走 所以你的這個知識的建構 其實就會被很大程度的影響 那原住民考古學就開始 對於原住民考古學 跟原住民傳統略書間的連結 開始有比較大的信心 因為原住民的這種口傳啊 原住民的經驗啊 然後原住民的這個 原住民的生活經驗 原住民的口傳歷史啊 其實都是我們理解過去的一條證據 就跟我們過去認識像我們看人物考古學一樣 看到這些骨骼上的變化啊 看到DNA的研究啊 看到探討位置 都是證據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有這麼多的證據 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過去的社會 它其實豐富了我們對於過去的認識 而不是像過去傳統的這種 只有這幾個少數的證據 然後其實把人的那個面向都 某種程度上把它給遮蔽住了 那因為我講太多了 那因為要講快一點 那所以其實考古學家開始嘗試提出 這是跟原住民社群一起合作 原住民考古學家 幾個原住民考古學家開始討論 我們要可以怎麼樣子在考古的論述上 然後放出新的可能這樣子 那就是談到經驗 剛才提到原住民各種的生活經驗 然後其實不只原住民 這其實跟整個19世紀 不是19世紀 1990年代末期 60世紀的 與性主義考古學其實都是相關的 就是每個不同的個人之間的經驗 怎麼樣影響人群的構成 然後這個影響整個社會的變化 社會的轉化 社會組織的形成 所以這個經驗 過去覺得經驗每個人經驗一個人的經驗 有什麼好談的 那就是你一個人的事情 然後你的經驗又不能被量化 甚至被數字化 這個談起來就是完全不科學的問題 那現在開始考古學家去證實這件事情 每個 因為每個研究者的經驗 會影響研究者怎麼樣去討論過去 那過去的人也有過去的每個人不同的經驗 那這個經驗創造起來才是一個過去社會的樣貌 那過去我們覺得我們這個看不到 所以我們就不去談它 那其實我們就是等於認識一個很偏頗的一個社會 如果這個經驗是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被經驗所影響的 那如果這個經驗很重要 我們只是因為在考古學上 好像看不到經驗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不去談它 那其實我們對這個過去社會的認識 完全就有很大面向是完全是空白的 甚至是怎麼偏掉 那所以考古學家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雖然看不到它 但是我們必須正視它 然後開始自己想辦法去談它 想辦法去理解它 然後才有辦法真正去找到 去談到比較可能的那個過去 那要怎麼樣理解經驗 要怎麼樣去合理化經驗去 去把這個經驗把它訴說得更清楚去論述它 那就是其實不同的聲音 原住民的這個社群的這個故事 各種不同的經驗 這都必須放在考古學的討論裡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過去覺得考古學的這個研究 就是一個科學式的這個寫作方式 但是現在越來越提到說 其實當你只有把考古學的這個論述開放 然後讓大家一起加入這個建構 因為考古學就是建構過去的一個學科 大家進入這個場域的時候 然後透過這種說故事的方法 我們才能夠看到一個比較 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知道 過去社會到底是什麼模式 那我們因為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那我們透過各個不同的方法 才比較可能理解到那個狀態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老師 這個老師先生說過 考古學是一個開放式的做說入實的實踐 他其實是大家都可以進來談 然後去離... 因為我們都是在建構一套過去的 在一個當代的社會裡面 然後依據各種不同的可能的證據 去建構一個過去 對過去社會裡樣貌的一個論述 那這是一個應該,這個應該是一個被開放的過程 他不是只有少數的人 然後受少數經驗所侷限 受少數學科訓練所侷限的一群人 去做的一件事情 他應該是被開放出來的 所以我們放到臺灣的脈絡裡面 我們那麼快的講 臺灣就是你可以看臺灣的討論 臺灣的這個早期的這個日本殖民時期 其實從日本日本人學著的 在臺灣的時候就開始做考古學的研究 這是陸野中雄的 就是七大階段 臺灣的史前文化有七大階段 然後這個七大階段表示 就是七個時間脈絡 從早到晚 那最早就是所謂孫文陶文 文化成王文陶文化成 黑桃有段史文文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物品 其實是物品在做陶文的 就是最早的時候是做神文的陶器 然後接下來是做網文的陶器這樣子 然後後來你可以看到所謂的 菲律賓鐵器文化 就是開始注意到晚期的時候 看到的是跟南邊 東南亞比較比較 其實從這個東鄉文化 對跟南邊比較強的連結這樣 那到了國民政府進來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大中國民族中心主義 因為那時候其實大部分關係的議題 就是跟中國有什麼樣子的關係 所以這個最早期的這個時候 當然那時候後來不是教程 然後大部分文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啊 那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國離我們最近的 然後那當然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主要都是往西邊看 對那所以其實 然後那時候主要的論述者 其實做台灣考古學的人 其實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大部分來到台灣的這些考古學者 主要關心的還是中國的這個考古學 就是英序的研究 然後這個就是中華文明的起源 然後這類大議題 這類議題的研究 那所以這個其實台灣那時候 最最最最最多做的考古學 大概就是在台大 人類型的那個考古人類學系 就宋老師這樣在做 那1960年代70年代這個卓大計畫呢 可能是比較在談的是這個當人類之間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就是在這個時期呢 談的都是比較比較注意的議題 除了這個卓大計畫 開始注意到人類之間的關係喔 但是其實更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知道台灣的文化 之前文化應該跟原住民 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但是完全沒有聽到原住民 就是在這個討論裡面 其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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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的生理 那即便是1960年代這個卓大計畫 台灣就是人類關係你知道 那到80年代 我們知道80年代末期 他們的社會開始轉變啊 各種所謂的台灣認 台灣認同的各種論述那裡出現 那中華文明的這個是 成立的成為台灣史研究室啊 然後後來現在是所謂中華的台灣史研究所 那他們主要做的其實也是比較 日治時期或者是這個晚期的這個歷史 因為在之前沒有沒有歷史文獻 所以這個歷史學生沒有辦法做 那所以這個時候還是我們看到 就是原住民的這個身影 其實還是某種程度上是看不太到的 那這個其實 那我本來是要再提一下就是 其實在這個時期很大也是很長段時間 其實要感謝我們最近這個 前陣燈剛過世的這個宋榮軒老師 他在那個那個狀態裡面 他還是持續的在台灣的考古學界 台灣的做台灣的考古 在台灣的考古的田野裡面 不斷的這個做紀錄然後做這個發掘 然後不斷的在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很多資料其實是他不必的把他留下來 那他前陣子剛過世了 所以我其實這個前面要講喔 其實我從後面來看 就是現在當代我們在講到台灣的史前史喔 然後這個早期先明 我用這個字喔 台色早期先明的時候 我們最常看到的這個圖像對不對 就是有兩種不同的圖嘛 那代表的是不同的學者對於這個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樣貌是差不多的 就是早最早期這個我們所謂的 就是一群還不會做淘氣的人 然後他們然後在台灣 有這個長命文化跟廣西文化 然後到了或大概六千年左右 有個大陣文化就是開始做淘氣的第一批台灣人 第一批做淘氣的人在台灣開始出現 然後接下來呢在各個不同的區塊 他就是這個表示是北中南洞不同的區塊 然後進入了在下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個訓探博文化 就是他們在物質文化上有一些變化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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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脈絡也是一樣的喔 就是不同的區塊然後不同的年代 然後這個是張聚麻先生動物院 這個院士做的這個表格喔 在生活方式上面喔 主要的世界上面有一些有一些討論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考古學家建構的這個過去喔 台灣過去的這個社會喔 很大一部分喔 就是到了這個這個所謂的鐵器時代 就停下好了 那後面就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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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的談這樣子 然後我們知道接下來都不是接下來都 而是台灣在這個漢人大量進入之前 是這個所謂南島嶼族的就是原住民族這個 你知道原住民族居住在這個這個島嶼上面 那所以其實是這個所有的很多 各個原住民族應該是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但是台灣的這個考古學的這個建構 對於過去歷史的討論喔 其實是斷在這個這個這個階段裡面 就停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台灣在提的時候喔 台灣的史前 這是這個漢林版的這個教科書 我就是小學生是學的 台灣的史前文化 就是史前文化就是在文字發明之前喔 然後他就是通過各個物質的證據 去喊這個當時所謂的史前的人 人群的生活樣貌 那課本裡面就是會介紹說喔 這個是藏兵文化 對藏兵 東谷藏兵 然後再來是圓山文化 北部的圓山文化 然後他們的生活樣貌是怎麼回事啊 然後在什麼年代啊 然後可能的樣貌是怎麼回事啊 在那個課本大概就介紹這幾個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考古學建構的喔 這個某種程度上喔 還是這種 其實還是滿延續這個日式時期的 這個建構方法 就是用這個物質文化的這個插機對不對 然後把這個每個群體 這其實影韓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社群 但是是透過這個相似的這個所謂的物質文化 但是到了後期呢 相應性越來越大 所以就越分越多越分越多越分越多 然後後來現在考古學家嘗試要接跟原住民之間嗎 應該是其實有很多的這個缺口啦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這個這個概念呢 就是一群相似的這個物質文化 對應的好像是一群一群人群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個中間呢 考古學的研究 這個當代我們都知道 這其實中間的這個相似性 這個線喔 其實沒有這麼清楚可以這樣畫他 其實不難理解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當代的原住民的那個 劃分的那個線本來就是很很人為的 是研究者畫出來 是歷史一直不斷以待長期以待 這個從日文時期這個研究 一直下來畫出來的那條線 那考古學家想辦法往前想 然後透過這個物質文化 也在畫那條那條線 但是當代我們都知道 那條線有很大的問題 人群跟人群不是這樣子被發現 人群跟人群之間的可能 有各種不同的樣貌 那即便相似的物質物質的這個運用 他們可能在很同上 他們可能在某些小細 其他的這個實踐上面 有不同的樣貌 因為他們有不同的歷史的發展的脈絡 然後跟他們不同 是周邊不同的人群的這個互動的這個過程 這個是我們當代現在越來越看到的是 越意識到的是這個樣子 但是所以其實在史前社會裡面 也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這些不同的這個史前文化裡面 這個關係 或者是我們看到這一個圈 到底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那當然其實考古學家也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在台灣的考古學喔 其實是因為就是工作做的太 等於我們會提到 所以會出現這樣子一個 相對來講很很很簡單 就好像這一群人在這個時候 然後就這樣過生活這樣子 那但是到底整個 整個這 但是這就是我們的課本裡面 小朋友學到了最主要的幾個關於 所謂史前 這個 所謂漢人來之前的這群人生活的樣貌 那這也是這些這麼清楚的線 這些這麼清楚的這個 這種討論 覺得好像過去就是這麼這麼 這麼清楚的這些論述 其實就是這個應該大家不謀生嘛 這就是這個 前幾天台剛 520才剛發生的事情嘛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什麼就是這些論述啊 就是我覺得我們覺得很荒謬 但是其實它其實是 你可以想像它其實根深蒂固在 很多很多很多人的這個概念裡面 那你再從我們小朋友看的那些課本 然後看我們對於過去的這些論述 這些討論 好像就是一定會 人群都是有一定的樣貌 原住民社群就是有一定的樣貌 有一定的族群的界線 然後這群的這群原住民是沒有 因為你先看到這個討論嘛 就是什麼 原本就是就沒有變化 就好像到了這個 這個晚期荷蘭的西蘭 如果要讓人進來的時候 然後他的社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原住民才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啊 然後這個開始改變各種不同的習俗啊 但是其實然後就改 所以原住民好像過去都一直是同一個樣貌 就是不動這樣 然後外面的人來進來 才會突然之間好像做了很大的變化 但是其實從考古上面 一直告訴我們不是這個樣子嗎 原住民在台灣的這個住民 非常早期就跟台灣的住民 其實跟美國那個討論是非常不一樣的 台灣的這個住民 他們其實從考古證據上很早 我們就看到跟四周 不管是中國東南亞的這個交流 一直都是沒有斷掉過的 不管是運氣的這個 我們把運氣運到外面去 然後運到這個東南亞去 或者是後來這個所謂的玻璃珠啊 琉璃珠啊這些從這個東南亞上來的東西 進到台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中國的瓷器 從宋朝就進到台灣 我們在台灣就可以看到這個中國的什麼 所以原住民社群在台灣居住的時候 他們從來就不是一個不動封閉 然後在陰界線裡面過一定生活樣貌的樣子的一群人 其實那個那個樣貌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這考古學上我們也看得很清楚這樣 但是因為這種考古學傳統的這種文化石的建構 好像商號考古學家也幫助這樣子的想像 訂購了那個樣子的想像 所以我們對於他們的想像就覺得 這好像沒有什麼沒有歷史喔沒有過去喔 就是一直都是長的一直是這個樣子 然後是被隔絕在這個島上面的 然後好像沒什麼太大的跟外面的接觸 那這其實就是反映了這個 我們台灣這個對於歷史的教育 對於人群的理解 然後對於過去的理解 我們一直覺得 每個群體裡面有非常清楚的 比如群界線 不管這是所謂的種族 或者是這種文化群體的 就是漢人啊 然後原住民群體啊 然後線內跟線外 線內的人好像都相似很相似啊 然後線外的人跟我們一定不一樣這樣子 他一定是跟我們非我族隊這樣子 但是其實考古證據上 你會讓他告訴我們的是 其實人群之間的界線一直都是模糊的 人群之間的互動一直都有各種不同的可能 然後放在台灣的脈絡裡面 你看到他的這個社群 其實他也不是最漢人來 17世紀漢人來到台灣以後 我們才跟漢人 我們才認識 人群體才認識漢人 如果是在台灣的屋裡才認識漢人 其實早就跟所謂的 他們可能不是直接認識漢人 或者是因為物品來了嘛 那物品來了有很多種可能 換來的啊 或者是真的有人帶你帶進來的啊 那不管怎麼樣他們就是已經有 已經一定知道在海的另外一邊 有另外一群人 這一群人也不太一樣這樣子 那彼此之間一定有各種 直接或漸漸的聯繫 那各別提跟東兩海之間的關係 就台灣他的住民 其實這個人群之間的互動 然後這種變化 其實應該是長時間 因為他們從大概2萬多年前就有人進來 然後2000多年做淘氣的人進來 就一直不斷不斷 我們想像的是一個6000年 是一個1萬年的這種時間脈絡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斷不斷的這個變化 不斷不斷的累積是吧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流動的 那其實如果我們這樣想看到 當代這個這個原住民的這個群 族群的這個狀況 或是這個人群的這個界線 其實就可以理解喔 其實這是一個 不斷不斷不斷動態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的結語就是 那就是我們其實有一個很強的斷裂的 這個歷史教育在這裡 那這個教育就是告訴我們 好像我們一定是 就人群一定是固定的那個羊毛 就是一群人就是從我們是5000年的一個民族這樣子 然後一賣相成之後 但是考古學其實不斷的告訴我們就是沒有這個樣子 就是人群之間不斷的互動 從很早期就開始 這也是為什麼其實DNA的研究 其實我們要換另外一個角度去看DNA的研究 就是DNA研究發現到 他跟哪一些族群比較相像 但是不表示他沒有其他的族群 所以最近有個影片在Facebook上的網址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這個DNA的研究很多人都說 他是什麼捷克人德國 就算出來他可能是由非洲一些東西 什麼東西東西東西 因為我們從現在只能從10萬年前出非洲走出 從非洲走出來對不對 這中間開始就跟不同的人群就開始擴散 然後大家開始跟 可能甚至在歐洲我們現在看到 可能跟尼亞德塔蘭有互動 有生下後代 或者是因為我們其實都曾經有相似的這個祖先 對不對 那個基因不斷的不斷的留下來 所以那個我們的組成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 那麼清楚的界限制度上當代的狀態 至少對考古學就還這樣 對我們那種看10幾萬年都能在講 吃這個樣子 那這樣台灣其實就是這樣子這種斷裂 在某種程度上其實現在 對我來講我自己做的是一個 13000多年天的逃亡因子 所以那個斷裂非常嚴重 因為所以很多人沒有人沒有人關心 某種程度上可以這樣講 我是說那是誰的祖先 我常常知道被他問到問題就是誰的祖先 然後好像只有你的祖先你才要關心這樣 然後好像你有一定有一個 他一定有個後代一直活在這裡 然後就像說我做的是一樣 晚上的那個後代這樣子 然後他都是就是 他的爸爸媽媽都是晚上來的 就大概那個問題的那個後面的那個意識 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可是其實就是這些 這些我們過去在這個土地上面 生活的這一群人 那我們現在也活在這個土地上面 其實都是都是有關係的 那個關係靠我們一定要去理解他 然後我們如果去思考這個可能性的話 就可以看到那個可能到底在哪裡 那這條來的很嚴重的問題就是 我自己每次都很愛講 就是這些移植最近這幾年一直被破壞的 那我們講對考古學家來講 講故事很大的一個來源是來自於移植 那一直不斷不斷的破壞 那當然不只考古學家沒有這些討論的這些 我們沒有辦法 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料來源 不過是一條證據我們理解過去說的 那所以如果我們以前跟他來講 一直走空喔 如果一直都沒了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真的就是要靠援助理 告訴我們口傳故事 然後這樣子我們理解 我們這個島上的這個生活 一樣冒到底怎麼回事這樣 好像我們只剩下一條線索這樣 那anyway可以看到台湾這幾年 這是最近才發生 這幾都是最近這幾天 這個所謂的彰化的牛骨移植啊 這個從這個四千多年 從這個地表產品四千多年的移植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構 這整個石堆的結構 一整一整片啦 那考古學家早就知道啦 然後後來08年 柯博館也就做了發掘做了視覺 然後也告訴大家這個身上非常非常精彩的 那可是最近報紙出來呢 就是議員去看 然後被整個地圖去破壞掉 因為現在就是考古學家剛好用的材料 都在土地裡面啊 現在土地就變成土地變成一個商品 所以這些考古學子完了變成屬外 屬外這些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樣貌 那我覺得更可惜的就是 很多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後來看報紙才看到的 就是他出土的那個瞬間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考古學家在發掘的時候 非常非常忙碌的 他不在很多時候沒有辦法 真的去告訴大家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如果這個社會也沒有在想要理解這件事情 去關心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就大家就能看到 就我連我是一個考古學家我也沒看過 我也是從考古上面看的 然後再來是最近也是花崗那椅子喔 前陣子剛接到別人通知我這個椅子 這其實日治時代就知道了椅子 然後他的文化成非常的豐富 他成這個也是從四千多年前就有人住在這裡 然後結果這個更可怕的是 這是在一個這個公有地上面 也就是公有地上位要蓋這個 然後蓋這個老闆的繪花 當然不是說老闆的繪花很重要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的可能 那就決定把這個椅子搶救掉 那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搶救發掘 但是更可怕的是這個文化局後來還出面說 就是搶救是我們現在解決椅子的這個 避免椅子的機器開放速度積極做的 那可是其實搶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這個考古學家來講 搶救是在一定的限制之下 然後你有時間的壓力這邊做搶救最清楚 那個過程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快速 某種程度上被要求要快速 那很多時候其實會漏掉很多消息 那另外這邊我們剛才提到 新的技術不斷不斷不斷的發展 我們永遠都知道接下來的新的考古學家 他絕對會做得比我們更好 他會看到更多的東西 就像我們剛才最前面看到這個人骨的部分 早期完全都靠那些骨頭出來 然後後來我們提到這些新的技術 完全整個翻轉我們對這群人生活的樣貌的想像 所以其實新的技術會不斷的 push我們去看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考古學家現在基本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發掘到這麼多東西出來 考古學家怎麼處理它 我們現在到處都在想說 沒有地方放這些考古遺落 這個都是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考古學家會 現在大家比較大的共識會覺得 不要再一直做做做發掘 尤其不要再做常用發掘 然後要把現在有的資料再做更清楚的理解 然後用新的方法去理解它 這樣才知道接下來發掘可能要注意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這個一樣 就非常多的考古發掘 就是比較早期的這個台大做的這個 七五蘭的發掘 那這個遺址是非常晚的 他從這個1400多年到這個 他有兩個文化成的晚的 是甚至可能可以接到文獻裡面 講到那個七五蘭這個社 這個聚落的這個 格馬蘭的一個社的一個這個狀態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些不同的現象 其實跟當代我們看到各個不同的社群的 各種生活上的各種不同的生活樣貌 其實是很相似的 那有些是文獻上面也有青少人 那這是漢本遺址喔 這是我最近比較常拿出來的獎金 最近都還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整個發掘者在這裡 所以我不敢多說 那這是整個大型的現象 那我覺得 常常覺得就是台灣 或者是原住民去看這個現象 其實都會覺得很熟悉喔 就覺得這個其實自己的聚落裡面 其實是非常熟悉的 你看到這是最近出竹的現象 這個最近造成一些討論喔 因為這個要重新再找這個 這個文化單位來會刊 看到底應該怎麼辦 因為很難得在台灣的考古椅子上面 這是整個地板的屋面喔 這個石板那樣整個 不是石板 那個大型的石頭這樣 什麼地板的屋面 那個屁頂喔 前面又有在結構這樣 然後後面你可以看到那個家屋的環面 有各種不同的目障 這看到現場都會傻眼 這就在我們台灣 但是也知道 其實他們這個發掘 其實發掘團隊也是非常努力喔 他們就他們說 他們都快變成旅行社 然後每個地方都開 開不同的這個導覽團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搶救的過程裡面 還是要不斷的讓大家有機會認識他們 但是更可怕的就是 我們好像就只有這個機會了 就是他接下來就是 如果如果沒有奇蹟的話 他應該就會被拿掉了 那這也就是我們放一些 和本的一些這個 一些精彩的一部喔 這個是這個只有三公分喔 這個是這個 劉昌老師常常拿出來講的 這個三公分這個骨頭雕像 因為他那個骨頭不痛 那其實對於這個 台灣的圓圓圓族群對不對 台灣族啊這些敵軍 看到人家都會覺得非常的熟悉 那個那個那個那樣子的計 工作那個技法 然後那樣子的圖像那樣子的image 其實都是非常熟悉 但是這是在東北部的一個遺址喔 但所以你沒辦法說 他跟哪一個族絕對有關係喔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這些practice 其實是在台灣的社群裡面 群體裡面是一直 在每個不同的群體裡面 可能都有一些 有這樣子這樣子 這樣子生活的習慣 這樣子生活的傳統 然後我們剛才提到喔 就是不是不是 台灣一直都不是一個隔絕的地方 外來的東西一直都有進來 然後跟外面的這種交流一直都在發生 所以我講太多了 我本來講了一個小時 那其實我本來要給各位看一個 我學生們最近 人類型的學生們最近做的一個計畫 你知道嗎 我本來是希望他們還在 本來先前他們是希望大家去按讚 然後他們可以獲得一些那個補助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獲得不錯了 你們不用按讚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 還是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這個完全都是從學生那裡來的喔 我可以直接點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本來是喔 因為學生們長期跟這個曲名部落 有一些關係 他們常常上山 然後他們從高中的時候 就常常去那個部落裡面 然後做一些喔 做一些部落上的活動 跟部落有 本來就有一定的 一定的互動 後來部落 因為曲名醫師是團體考古史上 非常重要的考古遺址 那部落上面的這個 這個 居民就問他們說 他們其實都有一些考古遺物 就早期做發覺的時候 考古學家留了一些東西在那裡 然後在他們的家裡面 然後他們就問說 那這個東西可以怎麼辦 那學生們就來問我說 老師那這個可以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有一次跟他們去這個部落裡面 然後做一些簡單的調查 那那些遺物上面 其實是真的就是 當時發覺留下來的遺物 有一些陶片啊石器 所以那時候就講說 那當地的居民希望透過這個 可能可以做一些觀光的發展啊 然後可以做一些喔 讓他們的經濟上面有一些改變 那我就想說 那可以用這些螢幕做一些小小的展覽啊 然後做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部落上面 跟部落發生關係的一些可能 那學生們後來就 把它發展成另外一個計畫 然後 嗯 給你們看一下學生們做的論 但是因為先前本來 我是要希望大家去按讚的 那現在不用按讚 他們們都不願意 看看 你們可以跟著我們 還有一個 我就是這樣 可以幫旅行嗎 謝謝 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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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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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反正就只是給大家看 就是其實考古學家 應該是壞不壞一種工作的可能 然後其實 其實這是當代社區考古學 或是原本的考古學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我們考古學雖然研究的是 地底下是過去的這群人 但是這群人跟這遺址都是活在 都是在當代的世界裡面 當代的人產生連結 然後跟活在上面這群人產生 透過遺址才能更深的聯繫 然後讓我們對這個土地 對不同人群的生活的歷史 可以有更深的這個理解 然後這個理解包括後來可以體會 為什麼這個過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其實是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或是其實另外一方面 我在公共考古學的這個課堂 那常常談這個社區考古學裡面 常常在強調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也能夠到這裡 實際上抱歉你把時間過了 非常感謝之華老師的演講 我想他準備了演講的 材料的量是三個小時 他講話奇快無比 那我也非常高興 我們找了他來跟我們分享 因為他讓我覺得 考古學變成是一個可以公封的學問 變得非常親切 就是我們關心的很多的事情 是非常相似的 我們碰到不管是認識論 方法論上的問題 都是非常相似 那他也努力的 其實包括徐志明 整個研究方法上 認識論上的努力 其實都是同樣的一個位置 同樣的一個趨勢在這邊 那他講的已經很精彩了 我們就 那可是因為速度很快 因為大家可能漏聽了幾個字 我們就只有15分鐘 就請大家趕快提問題 不要過期 非常難得 同學找得到江老師 今天就不要多問 好 賴杰伊忍不住你就講 嗯 沒有 沒有 賴杰 賴杰老師 就是我自己是念中文寫 但是我也是很關心解辭的議題 然後我有好奇 就是因為你剛有提到說 去景點方法是考出歷史 或者是就是 就是講上自己的故事這件事情 但我想到的是說 因為原住民在 就是在臺灣這樣是 在以漢人為主的作用 還是被 就是我們仍然看待它是 有一個緣泛之分的眼光 那就是我在意的是 他們如何取得他們畫海誠 是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說 或者是這個故事要 在 以漢人為主的世界裡面 有夠高的能見度 就是 我會覺得說好像現在 就像你剛舉的意思說 有特本描述 或者是怎麼樣的一個 就還是用漢人角度去出發 看看他們 比較他們在說他們的故事 可是 就是那個視角如果去轉換說 以他們為主體 然後他們的主體性要怎麼 更全面性的長出來 跟他們的敘事變得更 我這樣講大概能不能懂過的問題 就是我不會覺得好像 那個主體性或是能見度 還是不夠的 就是 就是有 但我不確定這個問題的點 是在哪 好 我們先等一下 多蒐集幾個問題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來 我來幫忙拆一下 謝謝 老師你好 其實我覺得很有意思啦 我覺得發現考古學跟歷史學 其實 過往程度上會影響當代的政治 對 那其實 我覺得台灣人住民的政治地位 或者社會地位 長期以來是被駕駛的 那這個 這個有很大的關係是 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導演的歷史 那 我覺得剛剛老師講到一個 蠻重要的重點 就是 很有趣的是 好像過去以來的 台灣的考古學界 跟原住民的這個 口傳歷史 一直沒有好好的對話 那我就覺得說很可惜 這個經驗跟實證 這兩方面 看待歷史的這樣的研究 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的 主學也好 社學也好 居然一直沒有去對話 那 我想這個會變成 建構這個島嶼的歷史的 完整性的一個缺憾 所以 像我舉個例子 就是 據我的 印象 當然我最近這裡沒有去考證 但是我前幾年 早些年的時候 我發現 好像是說 這個 台東的那個 悲難遺址 悲難我怕狗狗那邊的悲難遺址 然後 據說 考古學界的說法是 他們 並不是悲難族的出現 這樣 我聽過這樣的說法 我發現這個說法 最近也沒有被 被推翻 但是 其實 其實我是悲難族的 那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我們 離這個遺址很近 我們的部落就是 圍繞在這個遺址周圍 不管是 虎幽瑪部落 或者是 資本 其實 悲難族的這個 這個群落 就是在 悲難鄉跟台東市區 然後 雖然這個悲難遺址 雖然 被考古學界判定是說 跟悲難族沒有關係 然後 那時候 我們自己知道的消息 蠻詫異的 這樣 然後就 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說 有時候好像是說 這個在 台灣的 這個沒有文字 以前的歷史 好像就 不被學界當作歷史 這樣子 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 一直 我想 孤落書生的 原住民的族人們 都會覺得說 感覺跟這個主流 是會有疑惑感 但是 他們 可是呢 這個國家又 叫我們原住民 可是到底 原是什麼 對啊 到底原不原 如果你 你認為 這群人是原住民的話 可是為什麼 他們的歷史 好像是 歷史啊 社會地位 政治地位 一直被架垢 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 今天老師 介紹了這麼多 目前的進程 好像就是說 開始 這個原住民淘寶學 這個部分 如果說會興起的話 我是覺得 蠻樂觀起承 就是 希望就是說 在 科學的實證 這個部分 跟這個 在地的經驗 這個 社群這邊 都有對話 我相信 對於 當地的 這個 土地上的 這個國家也好 族群也好 因為這個 恐怕 這個嚴重的成果 未來 可能會影響到 這個民族主義的發展 等等之類的 那 那我是覺得說 還蠻樂見 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 希望老師 可以再多介紹一點 就是說 關於這個 經驗跟時政的對話 以後的平台 在台灣會怎麼樣 去發展 去架措 我們就先三個問題 謝謝 我們就先三個問題 我們就先三個問題 老師我是那個 六年前從法律系畢業 然後我現在寫了 因為可不回來了 所以我在別的學校寫 然後我的論文 現在寫的是 阿美洲從西區 婚姻制度 然後有說 我講我現在這樣 然後我想要延續 你一個同學的問題 我講 我曾經有猜測過 他講的原因 你知道 不知道 平常是節目 是不是那樣 就是 根據我自己在寫 我的論文是寫到 阿美洲從西區 從西區制度的時候 我個人是認為說 現在很多人對 口傳歷史的 我覺得口傳歷史很好 可是傳達給學者的某些人 擁有掛語權的人 就是會使用中文的人 這令我反正 我像我的媽媽 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媽阿美洲講說 謝謝是阿賴 可是他說 以前沒有這個詞啊 我們用的是語調聲音 去表達 像老婆婆拿到了 那個鄰居的小女孩給的菜 就阿咪呀 就很開心那樣子 他會有個歡樂的語調 可是突然有一個 很像他說 我媽媽 我媽媽採裝完 他說很像 花蕾那邊就講說 謝謝是阿賴 好吧 那我們就提 就我們不太有 我們也沒有請 那就是我們不會沒有禮 我們沒有禮貌 而是我們會有一些 我們的用語是 用語要去表達 那我會才是想說 是不是也有這個原因 就是掌握了話語權 對於其他 呃可能 不要講漢人學者 就外來的學者 去口述這些 就是東西 做口述歷史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他們 這些掌握話語權 都會 都他們使用的 漢文或中文 會一直想到 這是其實我們實際上的樣貌 這樣子 那我會突然特別想要 想到這個是因為 我最近有一些感觸是 現在有些年輕的 有些人 就是起來 都網上很多新聞 但是我不是說都沒有問老人家 是我們有沒有就是回去就是 很有耐心的使用我們的 母語去問老人家 要不然都是那些 只會講中文的人 在上面講話 我覺得那樣 不行 那請老師 解問 我猜測他剛問的 大概是不是這個原因 這樣子 因為我也想 我出現 謝謝 謝謝各位的問題 其實我剛才講的 其實是考古學者對內部的一個很強的一個批判 所以其實應該說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或是考古學家現在的研究 其實是希望原住民的這個聲音給進來 然後希望原住民的這個各種口傳 各種這個 各種故事可以進入到這個考古學家的這個討論 所以這是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考古學家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不能不是像過去就是所謂的諮詢 對不對 我看到有什麼東西 我去問一下原住民 說你覺得這可能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說這個我發覺到這個罐子 然後就會說這是不是你的非男族用的罐子 這是不是你的不民族用的罐子這樣子 然後我回到這裡 我還是回到我考古學這邊說 這可能應該是非男族 這可能是阿美的罐子 對 現在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 或是考古學家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 比較是希望在整個問題的構思上面 然後在問題的發問上面 就是兩邊一起討論 看應該怎麼樣子做這樣子的研究 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是一個區塊的歷史 然後這個區塊裡面涉及的是非常多不同的人群 當代不同的人群 那這些人群怎麼樣看待這個土地的歷史 怎麼樣看待過去 不表示這群 這個土地上面這群人一直以來幾千年 幾萬年都住在這裡 但是大家都有對過去的一些想像 那這個想像其實對考古學家以來是很珍貴 因為要知道就是考古學研究的 一個很大的資料的來源就是這些物質 證據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這些像我們現在這個空間裡 這些椅子啊 然後這些如果你們人都在這個環境內被留下來 你們每個人的身體啊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裡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種的組合方式 所以你要怎麼樣子把這些人放出來 像這裡是一個演講的場合 不是一個教師對不對 我們的關係就不是老師跟學生對不對 那這個關係權利關係就有不一樣 跟當代社會概念的人就有不一樣的權利關係 那這個這麼動態的一個畫面的建構 其實考古學家是說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過去嘛 所以一定是一個很大的跳躍 從一個很靜態的東西 然後跳到一個過去一個很動態的一個過程 所以考古學家必須看各種不同的民族誌啊 看各種不同的社會討論啊 告訴我們說社會裡面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在可能有什麼樣子的樣貌 然後在物質的跟物質環境的結合上面 可能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過去這些東西 這些民族誌都是西方所謂的西方學者 進入下來的民族誌 或者是這些社會認數 可能是從西方社會產生出來的社會認數 那原住民的聲音其實是非常重要 原住民的這個對於過去的想像 對於各種物質環境跟他們之間的關係的 這個連結 其實是另外一種幫助考古學家 或者是幫助我們認識過去社會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那是另外一條證據 那個證據跟我們在椅子裡面 挖到這些桌桌椅子啊 這些人是非常重要 他就是其中一條證據 那現在很可惜的就是 所以考古學家是 這是一個自我反省 考古學家自我批判自我反省 應該要把原住民的聲音放進來 而且是從前面就開始放進來 然後一起合作 不是放進來是一起合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然後大家互相理解彼此 想要知道的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子開始 往下往前怎麼走出去 而不是考古學家 在考古學家的脈絡裡面講 考古學家說的這個建構出來的樣貌 然後原住民社群在另外一邊 然後好像兩邊是有一條很長的分工 那個其實是對雙方都是很大的損失 我怎麼可能會這樣來講 因為考古學家就像最近我最近上課有提到 就是這個英國的巨石症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考古音質 就是很大很大的使用 立在這個英文網路的評論上面 那過去這些巨石症的解釋 有非常非常多元 比如說可能是聚落啊 這個是階級社會啊 這是一個我所謂的區域的 球長社會 球長跟埋葬之地 然後可能是這個神聖的地方 崇拜的地方 各種不同的不同的這種說法這樣子 然後考古學的研究不斷去討論 那最近90年代末西90年代初期的時候 有一個考古學家 重新再回去那個椅子做研究 然後他本身早期他做的研究是馬達加斯加 然後他在馬達加斯加做考古研究 我們說的所謂的民族考古學 就是跟馬達加斯加當地的原住民族 然後一起然後在他們的原住社群 民族民族的社群裡面生活 然後從他們日常生活裡面 跟物質之間的關係 去做一些討論 然後他因為在那裡做研究 後來他被因為一些因緣集會 被去到路的巨石 他後來看了那一堆大石頭以後 他去想像到底這些立石頭的人 那我為什麼要立石頭呢 他後來想到 他在馬達加斯加島的時候 在馬達加斯加的時候 那邊的原住民 其實他們有立那個石碑 也是有立石碑 死去的親人立石碑 然後活著的親人住的是一個 這個一個物質上的那個轉換 然後他一看到就忽然想到說 會不會對這個史前 那個巨石鎮的這群 建構巨石鎮的這群人來講 其實他們想像 因為他們下面也是埋葬著他們死去 埋葬新人的 這是一個目的 他們下面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墓葬在下面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他帶著他這個馬達加斯加的考古學家 來到那個巨石鎮 那馬達加斯加的考古學家來看就說 這應該就是主先祖人 就是其實 當然不是說就是一定是這個樣子 但是考古學家至少以前 他沒想過這件事情 但是這是一個巨石鎮是一個三千 十千多年前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五千多年他有很 五千多年前跟我們當代 是有很長的一個時間 時間的距離 他們有可能有各種不同的想像 但是當考古學家要從這個物質上面去討論 這群人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我們就是現 對這個英國考古學家來講 他們以前很長期就是現 就是在這個英國的架構 英國的文化蠻入的架構裡面去思考 這個可能是什麼 但是是從當另外一個群體的人來看到的時候 他們有另外一種可能 那考古學家在想 欸有沒有可能也是這樣 那再重新再去做發掘 再去做分析 去討論說有沒有可能 可以從這個面向去理解 這一群史前的可能 這一群早期的人 可能是這樣子理解 這樣子建構這些 在這個地景環境上面建構出這些東西 這些不同的現象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考古學家其實是需要各種各種不同的不同想像 不同不同的討論不同的論述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物質證據去進一步的討論 就是有沒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考古學家沒有辦法說 過去一定是這個樣子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整個論述的過程 沒有太多太多的可能太多的不確定性 那考古學家只能說我們有這麼多條證據 那比較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證據數比較少 那可能他的那個可能性可能稍微小一點 所以我們常常說可能過去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們越來越歷史到 就是原住民社群的各種對於過去的論述 其實是過去一直沒有被 很長的時間是沒有被放在考古論述的討論 那現在其實 所以我會覺得很 其實他原住民比較少記錄考古學人群 那我覺得這是考古學家要負個他的責任 就是說我們沒有把這個連結錯出來 沒把這個連結展現出來 但是其實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這個考古學 台灣對於過去的熱誌長 他其實應該是會有很大很大的偏離 很大很大的這個很大很大的缺失 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東西是沒辦法看得到的 那所以剛才同學你講到說 那到底這個話語權到底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是原住民考古學 我們自我考古學家自我環境 希望原住民是進入到這個局 跟我們一起一起最後一起討論 一起想像一起去建構這個過去的熱誌 就是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進來 那不是一個說有分兩邊 然後各自在熱誌的中 我們一起去建構這熱誌的工作 我們又來不上的工作 還有沒有問題 應該有 想一下 這個我惹不住 還是 也沒一下問題 那最童 好 這個 還有誰 大家好 我就是江老師剛一直提到 在漢本所有發掘工作的現場的助理 就是想分享一下發掘過程中的一些經驗 剛才那個江老師他有秀一張 處理墓葬的那位照片 那在處理墓葬的那位人員 他本身是安美組的 他們有幾個專門在負責處理墓葬的人員 他們在清理那些人物的時候 他們是會跟他說話 所以他們覺得那些 不管他是 是不是他的直系的那些錢 他們都把他當成自己的安公 可以判斷 就是會跟他們聊天 那我在處理的時候 開始去想像說 你為什麼會躺在這裡 那你的年紀多大 那你過得好不好 我這樣處理會不會傷害東 他會一直跟他聊天講話 那我覺得他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在做考古發掘的時候 他跟他之間有一個關係在 那我們在從事考古工作的時候 也經常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解釋發掘到的現象或者契物的時候 我們會去徵詢這些發掘功能跟著名的意見 會問他們說你覺得這些東西是什麼 跟你的一些傳統的一些文化 或者自己家屋有沒有什麼相關聯的東西 對 那很可惜的是他在面對我們的時候都被坦坦而談 會覺得說這個東西是我們家就有在用 或者它應該是什麼功能 什麼樣的想像或文化是導致它呈現這個樣貌 但是在面對老師親自來的時候 就有一種上下的關係 他們就不敢跟老師提 或者我們載轉去提的時候 老師會給另一個答案 他們就會順從老師給的答案 所以我就覺得在整個詮釋上 會有一個不太平等的地方 那也是希望說未來有更多的 有一個不同文化之間 或者原住民怎麼去詮釋 怎麼由他的出發點去詮釋 目前看到的靠谷現況 然後進了能夠多點自信 對 因為他們提到的東西是 跟他們的生活經驗是有相結 所以我是希望未來慢慢的 靠谷學界跟原住民這邊 就是能夠有一些突破跟交流 不要原住民的一些研究學者 就做當代了 然後靠谷學家一直在建構實現的東西 然後兩邊看起來恐怖永遠接不起來 就是希望大家再更努力這樣 其實那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這種各種經驗 其實他們在提到這些現象 跟剛剛的經驗關係的時候 是有時候我們是想不到 那些現象的一些狀況對不對 其實我剛才畫面的照片其實也有想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原住民 然後他其實在那裡親 那個畫面真的是很感人 就是其實我們自己親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那個人鼓動的是 一切不同的程度的連結 然後接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發掘團隊 他們其實還不斷的跟他們聊 然後談這個可能之間的連結 然後原住民怎麼樣子理解他們發掘的這個 用他們本來在那個文化脈絡裡面 去理解這些物品這樣子 對 那但是這就是原住民考學當然提到了 這個藝南剛剛提到的很重要 就是老師來的時候那個權力關係又轉換了 那其實原住民考學就是考學家 不斷都要提醒自己 自己注意這個權力的這個關係 就是到什麼時候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權力給放 就是其實考學在某程度上的那個 一直長有那個話語權 但是我們應該要把那個權放掉 不是放掉就是要讓大家共享這個話語權 都共享這個權力 那要怎麼樣做 就是兩邊要一起討論的這個過程 那另外一邊剛才藝南講到這個整個發掘的狀況 其實是一個非常 就是這是一個發掘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原住民 然後跟這個發掘者 或跟所謂的傳統的所謂的這種患者的這種發掘過程 那這其實是在一個搶救現場非常難得見到 因為在一個時間變成一個很可怕的時候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說 其實搶救發掘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在這個整個台灣的這個移植現場裡面 其實破壞掉很多種可能 就是我們一直在 剛才藝南提出的這個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現在我們一直在提到 就是這個搶救本身破壞了多少現場的一些證據 可能因為這個時間的壓力 才會破壞掉 但是其實還有看到藝南提到這個 發掘當下這種各種不同互動的故事 這種討論其實就是在那個 很可能在搶救的現場裡面就是會被忽略掉 那其實就掉了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如果是很有意思的在進行這個發掘工作的話 這個現場的每天的那些討論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對不對 考古學家接下來討論這些現象 這個移植這個區塊裡面 這群人生活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故事線 故事的這個來源 然後這涉及的是我們剛才提到那個經驗 每個人不同的生活經驗 在這個地方等於是 那這些發掘者提供的那種生活經驗 他們在記憶中的這個 自己本來源源的群體裡面 跟這個物質環境產生的那個經驗的那個關係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這個 這個過去社會裡面重要的一個非常樣貌 但是這個東西是非常 必須不斷的談論 必須不斷有很多的時間去累積 那才辦法把它慢慢講出來 那台灣的移植現在是蠻悲慘的 我補充一下 因為姜老師剛剛講的 回應這個漢本移植的這個特別的經驗 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如果是要靠發掘者 就學者本身的覺悟 這個是非常不可靠的 所以以台灣的情況 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們如果要推動原住民考古學 我們在制度面上整體來講 我們的困難在哪裡 其實很重要的真的還是 人能不能聽到這個場面 所以像在我知道在北美洲 或是像加拿大他們很明確就是 學校裡面做原住民考古學 所以他一定是要原住民學生 他們保障的名額 然後努力原住民學生 進入這個考古學的研究的場域裡面 那這個要在制度上給他一定的保障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提到這種所謂的考古學的教育 推動到各種 其實不只是原住民的社群 就是掉不同的社群 這也是我剛才提到那個 學生們做一個計畫的重要性 就是告訴大家考古學 有什麼樣子的可能 那這個可能其實在原住民的社會裡面 其實他可以怎樣是被發揮出來 可以變成一個很正面 然後幫助原住民的社群 在這個文化建構上 文化認同上有更大的幫助 然後幫助整個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所有的理解這塊土地 過去故事的更可能 我想教育就是這種 我們其實考古學沒有跟 最近這幾年考古的一個社群考古學 然後這個考古學的公眾教育 然後再來比較實際的就是這個 剛剛提到這個原住民 寶康原住民的這個原住民考古學 然後寶康原住民的這個名額 在這個教育環境裡面 這是最近我離異國看到的就是在美國 然後在這個加拿大他們在做的 那其實也出現了也是蠻好的一個成果 就是開始原住民做考古學 進入考古學的人數變多了 然後做的議題開始也比較豐富了 然後大家的討論有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對話的可能 所以這可能是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議題其實今天一開始我才了解說 這個議題可以討論的議題非常的多 那實際上我們也非常希望 也能夠談博物館中的考古發掘出來的這些 這些材料跟蒙弱 因為你說定年是到350BP 所以其實這個要跟原住民的社群聯繫起來 其實是不難的事情 不容易啊 可是理所當然應該連得起來 所以我們如果把回到來講 國務返還的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現在博物館都有一些考古的出土幣 那怎麼樣這個人 我們來談這個返還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會預約下一場 好 我們再次謝謝江老師 謝謝